宫曰寡人有子 为之其太子谁利 李克不对而退 见太子 太子曰 武其废乎 李克曰 太子免之 教以君旅 不共是聚 何故废乎 且子聚不孝 无聚不得利 修己而不择人 则免于难 太子率师 宫依之偏依 配之今觉 李克谢病 不从太子 太子遂罚东山 晋献公说了 寡人有子 我有这么多的儿子 为之其太子谁利 我还不知道应该立谁做太子呢 其实这句话一说出来 李克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公太子身生这个时候已经被立为太子了 而晋献公这个时候说 他不知道立哪个儿子当太子 那就明显有废公太子身生的这个想法 而立这个另外一个儿子西齐做太子 李克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知道晋献公的心里边 对这个太子身生呢 已经产生了废的这个念头 所以李克不对而退 他就没有再回答晋献公的这个对话 然后呢 就退下来了 退下来之后呢 他就见到了太子 太子身生就问了 说武齐废乎 这里的齐呢 是大概的意思 说我大概要被废掉了吧 那么李克就回答他 李克说 我要直接回答你这个晋献公的意思 那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也太残忍了 所以李克呢 他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 他说 你就不要问这个能不能废你了 太子免之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努力 这里的免呢 就是努力去做 交以军旅 交呢 是让的意思 让你带领这个军队 这里的军呢 应该是做动词 做这个统帅的意思 进献公 让你统帅军队 布公 示具 这里的共呢 是通公庆的公 说你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恭敬 你所要怕的并不是说你能不能被废掉 而是你公不恭敬 何故废乎 只要你做到了努力 做到了恭敬 那么晋献公怎么可能会废掉你呢 且子 惧不孝 而且你担心的 害怕的是你不孝 无惧不得力 你不要担心你不能够被立为太子 修己而不择人 你修炼自己的德行 而不去责怪别人 则免于难 这里的难呢 就是祸难 那么你就会免于祸难 太子率师 那么太子身生呢 就率领军队 因为太子身生呢 率领的这支军队呢 是晋国的下军 公一支偏一 公呢 就是指晋献公 晋献公呢 赐给了太子一件衣服 而且这件衣服呢 比较奇怪 它是偏衣 什么叫偏衣呢 就是左右颜色不一样的衣服 叫偏衣 那么为什么晋献公会给太子身生 这样一件怪里怪气的 左右颜色不一样的衣服呢 在这个春秋左传里边 记录了公太子身生 手下呢 有很多的大臣 就分析晋献公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件 颜色不一样的衣服 献给公太子身生 当然呢 说法很多 但是在这里呢 太子公先生并没有把这些大臣 他们各自的议论呢 记载在晋世家里边 但是呢 总体的一个结论是 晋献公用这样一件衣服 来表明自己想废掉太子的这个态度 是一样的 这一点呢 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呢 叫这个意志偏一 而且配之金诀 这里的诀呢 是古人的配身之物 它是一种圆环形不大 大概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 生活在农村的那些家庭主妇 他们在做这个针线活的时候呢 经常会在手指上戴一个顶针 这种东西呢 有点类似于这种古代的诀 但是呢 这个诀跟顶针不同的是 这个诀呢 它是有缺口的 所以有人分析呢 这个诀可能是古代的男人 打猎射箭的时候 所使用的一种这个射箭的配物 因为当时射箭的你拉弓弦 直接用手指拉弓弦的话 可能会对这个手指造成损害 所以说呢 就用这种诀 来这个起到一个拉弓弦的这样一个作用 因为它不大 所以呢 平时不用到射箭的时候呢 就把它戴在身上 作为一个配身之物 那这里边呢 有人也分析 说这个诀呀 它可能是取另外一个诀别的那个意思 也就证明这个晋献功呢 可能跟太子身生是有这样一个诀别的意思啊 就不让太子身生呢 做这个太子了 李克谢病 不从太子 李克呢 从此以后就不再上朝了 推说呢 说自己有病 身体呢 也不好 因此呢 不从太子 不从太子的意思呢 就是不再跟着太子一起混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子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 太子遂罚东山 而太子呢 这个时候 从国军那里获得了一个命令 就是罚东山高落士 这样一只容忍 十九年 宪宫曰 十五 先军庄伯 武功之诸禁乱 而国常驻禁伐我 又逆禁王公子 果为乱 扶诸后卫子孙幽 乃使寻惜以屈产之胜 贾道于余 于贾道遂罚国 取其下阳以归 这一段呢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贾道灭国 这样一个典故 十九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八年 晋国的国君 晋宪宫就说了 说开始 我们的这个先军 驱卧庄伯 还有驱卧武功 知诸禁乱 诸讨禁国产生的祸乱 而国常驻禁伐我 旁边的那个国国经常会帮助晋 来讨伐我们驱卧的这一只 又逆禁王公子 而我们驱卧的这一只 后来当了晋国的国君之后 因为要驱逐这些群公子 而国国呢 又把这些 晋国驱逐的群公子 全部都藏匿起来 果为乱 最终呢 让这些晋国的群公子 为晋国带来了祸乱 扶诸后卫子孙幽 如果要是不诸讨这个国国的话 那么会给后代的子孙留下这个忧患 乃使循夕以驱产之胜 因为驱这个地方呢 它是特别盛产马的 因此就派循夕 用驱这个地方盛产的马 所驾驶的这个战车 甲道鱼鱼 这里的甲是戒道的戒 那个戒字 甲道鱼鱼 就是从余国戒道 余国戒道遂罚国 因为余国呢 是在晋国和国国之间 所以这个晋国人要想讨伐国国的话 他必须要从余国过 那么余国呢 是把这个道路借给了晋国 因此这个晋国呢 就讨伐了国国 取其下阳以归 这个下阳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平路县的北边 是国国的一个诚意 把这个国国的下阳城 给拿下来之后 就返回了晋国 县公司卫立即曰 五御废太子 以西齐代之 立即契约 太子之力 诸侯皆已知之 而朔江兵 百姓赋之 奈何以见妾之故 废敌立数 军必行之 妾自杀也 立即扬育太子 而因令人憎恶太子 而欲立其子 晋宪公呢 私下里对这个 他的宠姬立即啊 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说 我想把这个太子废掉 用你的儿子西齐 来代替他做这个太子 立即呢 就哭了 他说呀 这个太子之所以能够被立起来 诸侯呢 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而朔江兵 这里的朔呢 是多次 而这个太子呢 多次带领晋国的下军 到外边去讨伐各种各样的敌人 或者是少数民族百姓赋之 而且晋国的老百姓呢 都很归附这个太子 奈何以见妾之故 你为什么啊 因为我的缘故 而废敌立数呢 你废了敌子 而立这个树子呢 君必行之 妾自杀也 说您如果一定要做这件事的话 那么我只有自杀了 立即扬育太子 这里的祥是通那个阳 带丹丽人旁的那个阳 就是假装的意思 这个立即呢 假装在表面上赞誉太子身生 而阴令 这里的阴呢 是暗中的意思 而暗中让人憎恶太子 憎恶就是说太子的坏话 而御立其子 其实立即内心真正的打算 是把自己的儿子西齐立为太子 21年立即为太子曰 君梦见其将 太子肃记驱卧 归夕于君 太子于世 记其母其将于驱卧 上其建座于县宫 县宫时初列 制作于宫中 立即使人制独要坐中 居二日县宫从列来还 宰人上座县宫 县宫欲享之 立即从旁指之 曰 座所从来远 亦是之 祭地地坟于犬 犬死于小臣 小臣死 21年是公元前的657年 这一年呢 立即就对太子身生说了 说君梦见其将 太子肃记驱卧 这里的君呢 就是指太子身上的老旺 也就是晋国的国君 晋宪公 说晋宪公啊 已经在做梦的时候 梦见了你的母亲齐江 那么这就说明是 齐江已经托梦给你爸了 因此呢 你应该快速的到驱卧 去记一下你的这个母亲 归夕于君 这里的夕呢 就是指祭祀用的那个做肉啊 叫夕啊 所以呢 祭祀完之后 把这个做肉呢 赶紧拿回来 送给你的这个爸爸 也就是晋国的国君 晋宪公 太子呢 听了话之后呢 于是 祭其母齐江 于屈卧 他就来到了屈卧 来祭祀 他的母亲 齐江 上齐建座 于宪公 这里的上呢 是这个回到 降这个地方 为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屈卧是陪都 而这个降呢 才是晋国真正的首都 从这个屈卧到这个降这些地方呢 因此叫上 因为太子呢 是在屈卧这个地方祭祀的他的母亲 那么祭祀完之后呢 他要回到这个降 也就是回到晋国的这个首都 来把这个坐肉呢 献给晋宪公 这里的剑呢 就是献上的意思 坐呢 就是祭祀用的那个坐肉 当时呢 这个晋宪公啊 并没有在宫里 而是出猎 也就是到外边去打猎了 于是呢 这个太子申申啊 就把这个坐肉放到了宫中 所以呢 他就离开了 而立即呢 就派人暗中的 把这个毒药呢 放到了这个坐肉里边 居两日 也就是过了两天以后 晋宪公呢 从外边打猎就回来了 从猎来还啊 这个猎呢 是指猎场 从猎场上呢 就回来了 宰人上坐献宫 这个宰人呢 就把这个坐肉 献给这个晋宪公 献宫欲享之 那么晋宪公呢 拿到这个坐肉之后啊 他也没有多想 因此呢 他就想快速的想 享用食用这块坐肉 但是立即从旁指之 他就从旁边 制止了晋宪公 说您别急 您呢 先等一下 坐所从来源 这块坐肉呢 是来自远方 为什么说叫来自远方呢 因为是从躯卧那个地方 拿过来的 因为躯卧呢 到降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以示之 应当呢 去试一试看 这个坐肉怎么样 于是呢 就用这块坐肉呢 来祭地 所谓的用坐肉来祭地呢 应该是从这个坐肉上 割下了一小块啊 用它来这个祭土地神 结果 这块坐肉呢 掉到地上之后 地坟 所谓的坟呢 就是在地上 鼓起了一个小包 叫地面隆起了 说明他的毒性 是非常大的 那既然这个坐肉里边有毒 立即呢 可能在旁边又劝了 说这个坐肉不对啊 是太子身上从这个 驱卧那个地方拿过来的 怎么会这样啊 说那我们再试一下吧 就叫过来一条狗 把这个坐肉呢 又割下了一小块 喂给这个狗了 结果这个狗 吃了肉之后呢 马上也被咬死了 于小臣 小臣死 给了旁边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呢 也是躺枪啊 非常倒霉啊 让你吃这块肉 你必须得吃 你不吃也是死 吃了也是死 最后呢 这个小臣没办法 把这个坐肉呢 吃了一小块 结果也死了 立即契约 太子何人也 其父 而欲誓待之 况他人乎 且君老以 丹木之人 曾不能待 而欲誓之 未宪公约 太子所以然者 不过以妾 及稀奇之故 妾怨子母 必知他国 若早自杀 无图使母子为太子 所余肉也 使君欲废之 妾由恨之 至于今 妾恕自施于此 太子闻之 奔新城 献公怒 乃诸其父 杜元款 或为太子曰 为此要者 乃立即也 太子何不 自辞明之 太子曰 五君老矣 非立即 寝不安 食不干 即辞之 君且怒之 不可 或为太子曰 可奔他国 太子曰 批此恶名已出 人谁 那我 我自杀尔 十二月 勿深 深生自杀于 新城 立即呢 这个时候就开始 摆谱了 他就开始 作戏了 他就哭着说 这里的气 是哭气 他就哭着说了 说太子何人也 太子深生 为什么这么残忍呢 其父 而御氏待之 这句话呢 可以把这个 与婿稍微调整一下 把这个 其父 而 这三个字呢 调整到御氏 这两个字的后边 那么这句话呢 可以读成是 御氏其父 而代之 御氏 就是想杀 想杀掉 他的老爹 而自己代替他 做这个 晋国的国君 旷他人乎 更何况是 其他的人呢 且君老矣 现在呢 晋献宫已经很老了 丹木之人 丹呢 是早晨 木是晚上 丹木呢 是表示时间很短 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指 这个国君已经老了 说不准 什么时候就挂了 曾不能待 而遇事之 你为什么不能等待他 这个死了之后呢 然后再继承国君 而现在呢 却想马上杀掉他 啊 所以这个立基 这话一说之后啊 晋献宫当时就晕了 晋献宫一想 是啊 这个太子 怎么会这样残忍 啊 而且呢 这个立基 又对晋献宫说了 说太子 所以然者 那太子 为什么会这样急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不过 以妾及 西齐之故 不过是因为 我和我儿子 西齐的原因 妾怨子母 必知他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呢 就希望我们母子两个能够到他国去避难 若早自杀 如果我们早点自杀的话 吾吐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 吾呢 就是不要 不要白白的让我们母子两个成为太子日后这个菜板上的鱼肉啊 使君欲废之 刚开始您想废掉他太子的这个地位 妾由恨之 这里的恨呢 是遗憾的意思 我呢 还相当的感到遗憾 至于今 可是到了现在 妾书自施于此 我呀 完全是这个失策了 这个自施于此呢 就是指对这件事呢 感到后悔 对什么事感到后悔呢 就是对劝晋献公啊 不要废太子的这个地位 这件事呢 感到后悔 太子闻之奔新城 那么公太子深声 听到了立即对他爹说的这番话之后 知道呢 可能自己已经有危险了 赶紧就奔了新城 这个新城呢 就是指屈卧 他跑了以后呢 这个晋献公非常恼怒 说你跑了 但是你师父还在这个地方呢 我一定要拿你师父出气 于是呢 就把公太子深声的师父 名字叫杜元款 把这个人呢 就给宰了 霍卫太子曰 那么有人呢 就对太子说了 为此药者乃立即言 说把这个药放在做肉里边 这个人呢 是立即干的 太子何不自辞明之 您为什么不自己到国君那里去解释一下 来表明这件事呢 这里的词是解释 明呢是表明 太子就说了 武君老矣 说我爹呀已经老了 如果没有立即的话 那么他睡觉呢 也睡不安稳 吃饭呢 也吃不香 急辞之 君且怒之 这里的急呢 是假如 说假如我真要到国君那里去解释这件事了 那么国君就会怒立即 这里的之呢 是指立即 他就会对立即呢 非常的生气 这样做的话呢 就会让我爹这个寝不安 食不干 因此呢 是不行的 有人呢 对太子又说了 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您呢 就干脆跑算了 可奔他国 奔呢 是奔命 逃命的意思 您可以到他国去逃命 太子又说了 批此恶名已出 这里的背呢 是通那个批 就是批衣服的那个批 批此恶名 就是带着这样的恶名逃出来了 人谁纳我 那你说谁会接纳我呢 我只有自杀了 十二月悟身 悟身呢 是二十一号 十二月二十一号的这一天 太子申生在屈卧这个地方呢 就上吊 自杀了 此时 从而以武来朝 人获告立即曰 二公子愿立即 赠杀太子 立即恐 因赠二公子 申生之要做 二公子知之 二子闻之 孔 从而走谱 以武走驱 宝齐成 自备守 出县宫使市委为二公子 驻蒲驱成 扶旧 以武已告公 公怒市委 市委谢曰 边城少扣 安用之 退而割曰 胡求蒙荣 一国三公 五谁 侍从 足旧成 即身生死 二子一归宝 其成 公太子身生 被杀了之后呢 这个从而跟以武 到朝里面来朝 建国君 有人呢 就对这个立即呀 说了这样一番话 二公子愿立即 震杀太子 说公子从而和以武 这两个人 非常怨恨你 震杀太子 说您呢 这个晋禅年 杀了公太子身生 立即一听这话呢 他也害怕了 因赠二公子 反正一不做 二不休 都是晋宪公的儿子 那么杀一个也是杀 杀几个也是杀 于是呢 他又开始用同样的办法 到晋宪公面前 来造谣重伤 这两个公子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个太子身生啊 知药座 把这个药 放到那个座肉里边 太子身生 干这个事的时候呢 这两个公子 是知道这件事的 二子闻之 那么公子 从而跟以武一听 立即这样 对他的老爹说 所以呢 这两个人也害怕了 害怕了之后呢 只有逃命 这两个孩子呢 可不像那个 他的大哥 太子身生 那么厚道 而这个从而呢 是走仆 到仆城这个地方呢 去这个逃命去了 以武呢 走区 到区这个城市呢 去这个逃命去了 这两个人呢 之所以逃到了 这两个地方 是因为当初啊 这个晋先公不是把三个儿子全部都撵出去了吗 让这个公太子身生去守这个躯卧 让从而呢 去守扑 让这个以武呢 去守躯 因此呢 这个从而啊 和这个以武一看大事不好 赶紧各自逃命 各自呢 跑到了自己原来的那个城市里边 保其城 就是决定呢 聚城自守 自备守 就是自己准备啊 保守这个城市 出县公使市委 为二公子住扑 区城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晋献公派他手下的那个头号毛氏市委 为这个两个公子呢 住这个扑 跟这个区 这两个城市 也就是把扑跟区的城墙 一定要加厚加固 扶救 但是呢 这个活一直干呢 也没干完 以武已告公 当时呢 这个公子以武 就把这个事呢 告诉了近献公 说这个市委给我们两个住城 结果这城住的拖拖拉拉 到现在为止也住不好 于是呢 这个近献公啊 就怒市委 他就把市委叫过来了 他说你为什么给这两个孩子住城 住的这么慢 明显呢 你是脱阳公 市委卸曰 那么市委呢 就跟近献公解释 这里的蟹呢 是磁蟹 是解释的意思 他就说了 说边城少扣 安用之 扑跟区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属于晋国的边缘地带了 这两个地方呢 这个贼扣非常少 能用得了这么厚的城墙吗 你把这个城墙 住的这么厚 把城市住的这么坚固 你能用得着它吗 叫安用之 退而割约 他退下来之后呢 然后就唱歌了 这个歌词呢 是这样说的 说胡求蒙荣 一国三公 五谁 侍从 这个胡求蒙荣呢 是指胡求大一 上边的那个毛啊 有点乱七八糟的 叫这个胡求蒙荣 一国三公 也就说 这一个国家 有三个公 这三个公呢 当然包括这个近献公 和他的两个儿子 五谁 侍从 当然呢 有人是把这个诗读成笛啊 也是通的啊 说那我应该跟谁走呢 我应该听哪一个呢 因为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应该听哪一个 足旧城 最终呢 就把这个城市完成了 足呢 是最终 旧呢 是完成 最终呢 就是把这个驻成的任务是完成了 即生生死 后来呢 等到公太子生生死了以后 这两个孩子 也就是公子崇尔 和这个公子姨武 一归宝集成 也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城市里边 来聚成自首 二十二年 县公怒 二子不辞而去 国有毛矣 乃使兵伐仆 仆人之患者 伯迪 命崇尔 促自杀 崇尔遇猿 患者追斩其医区 崇尔遂奔敌 使人罚驱 驱成首 不可下 二十二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五年 晋先公呢 对两个儿子不辞而别 非常生气 认为呢 这两个孩子确实有这个谋划 确实是参与了 公太子生生 把药放在做肉里 这样一个计划 于是呢 他就派兵去讨伐这个蒲成 蒲成之患者 蒲成呢 有一个宦官 他的名字叫伯迪 他呢 就命令从尔 说你赶快自杀吧 这里的醋呢 是自杀 说你赶紧自杀算了 这里边呢 太史公啊 他所记载的这个事实 跟这个春秋左传里面 记载的呢 稍微有点不一样 春秋左传里边说 这个伯迪呢 叫四人批 这个人呢 其实是晋献公旁边的一个这个宦官 并不是说这个守在蒲成里边的这个宦官 所以这里边太史公说 蒲人之患者 伯迪 可能与这个历史事实呢 是稍微有点出入的 命从尔 醋自杀 这里的醋呢 是赶紧 说你赶紧自杀就算了 从尔欲缘 从尔呢 当然不能像他哥那么傻 于是呢 他就赶紧啊 过墙逃跑 这里的欲呢 是翻 员呢 是墙 翻墙想逃 这个患者 伯迪呢 就开始追这个虫尔 想把他干掉 追斩其医区 但是呢 他追虫尔没追上 一刀呢 砍向虫尔 没砍到虫尔 却把虫尔的衣袖子呢 给砍下了一块 这里的衣区呢 就是指衣袖子 虫尔碎奔迪 虫尔呢 就从蒲这个地方逃出来 往北跑 跑到了敌人的部落 去这个躲命 去逃命 使人罚驱 晋献公呢 又派人讨伐驱这个城市 驱成守 驱成呢 全力防守 不可下 攻了很长时间 也没攻下来 因为驱成这个城市呢 是由公子乙武在把守 所以呢 从这个公太子身生 还有虫尔 还有乙武这哥仨的 这个行为上 就能看出 这几个人的性格 公太子身生呢 是非常忠厚的一个人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好人 他不忍心呢 伤害他的父亲 而且呢 也不忍心 让他的父亲不高兴 因此呢 别人让他自杀 他也就自杀了 而公子 虫尔呢 虽然没有他哥 那么傻 但是呢 他也并没有傻到自己呢 就是坐以待命 当有人要杀他的时候呢 他也知道跑 当有人去攻他这个城市的时候呢 他并不让这个城市里边的人进行反击 而这个公子乙武呢 跟这哥俩都不一样了 你来过来讨伐我 我就跟你死磕 所以晋献功呢 派的人打驱的时候呢 这个驱成的人呢 全力防守 晋献功派过来的人呢 并不能把驱这个城市呢 攻下来 是岁也 晋复甲道于于 以罚国 于之大府 公知其 鉴于君曰 晋不可甲道也 是且灭于 于君曰 晋我同姓 不亦罚我 公知其曰 太博于众 太王之子也 太博王去 事已不四 国众国书 王继之子也 为文王清世 其继勋在王室 藏于蒙府 将国事灭 何碍于于 且于之亲 能亲于 还庄之族乎 还庄之族 何罪 尽灭之 于之于国 纯之于耻 纯王则耻寒 于公不听 遂许尽 公知其 以其族 去于 其东 尽灭国 国公丑奔舟 还 袭灭于 鲁渔公 及其大夫 锦伯 百里西 以应 秦木鸡 而修渔寺 寻兮 谦 囊所谓渔 驱产之圣马 奉之献功 献功效悦 马则 无马 迟以 劳矣 誓岁也 晋 晋 傅甲 于 以罚国 这一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五年 晋国呢 第二次从于国借道来讨伐国国 于之大夫 于国呢 有一个大夫叫公知其 他就给于国的国君呢 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 晋国不可以借给他道路 是且灭于 因为你如果借给他这个道 他呢 从我们国家经过之后呢 会把国国灭掉 但是他回过头来 也会灭掉于国 于国的国君呢 就不信 他说 晋我同姓 晋国跟我们于国是同姓 都是姬姓 他不应该讨伐我 那么公知其呢 就说了 说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太伯跟于仲 是太王之子 这里的太王呢 是指 周朝的始祖之一 叫古宫胆辅 太伯跟于仲呢 是哥俩 这个太伯呢 后来变成了吴国的始风君 而这个于仲呢 是变成了于国的始风君 太伯跟于仲这两个人 都是太王古宫胆辅的儿子 太伯王去 太伯呢 就跑到了吴国那边去了 事已不四 这里的四呢 是指继承军位 因此呢 他就没有继承 这个周国的这个军位 而国仲跟国书呢 是王继之子 这哥俩呢 是王继的儿子 那王继又是谁呢 王继是古宫胆辅的 最小的那个儿子 叫王继 也就是说 这个王继跟太伯于仲 是哥们 那么这个国仲跟国书呢 是王继的儿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论呢 那么国仲跟国书 与晋国的关系 要比太伯与于仲 与晋国的关系呢 要晋的 因为晋国的这个始风君呢 是唐书渝 而唐书渝呢 是周武王的儿子 也是周文王的孙子 而国仲跟国书呢 是周文王的兄弟 所以呢 这个国仲跟国书 应该是唐书渝的爷爷辈的 而那个太伯跟于仲呢 应该是唐书渝太爷爷辈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论的话 这个国国与晋国的关系 要比于国与晋国的关系 还要晋 这就是公知旗 要跟于国国君讲的道理 说既然这个国国 他都能灭 那么更何况 我们和晋国的关系 要比国国跟晋国的关系 还要远 那他为什么不能灭我们呢 所以呢 他这里讲 国仲国书是王继的儿子 也是周文王的亲世 其继勋在王室 这里的继勋呢 就是指他们的功劳 还被记载在王室里边 藏在蒙府里 这里的蒙府呢 是指收藏蒙书的府库 等于这个国仲跟国书的这些功勋 都被记载在这个蒙府里 将国是灭和爱于鱼 他们呢能够灭掉国国 更怎么可能会爱我们鱼国 而不灭掉我们鱼国呢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鱼之亲能亲于环庄之足乎 公之旗的意思是 即便退一步说 您认为呢 这个鱼国跟晋国的关系 是要比国国跟晋国的关系要亲 那么我再问你 鱼国跟晋国的关系 你能亲过趋卧还宫 与趋卧庄书与晋国的关系吗 因为这个趋卧还书与趋卧庄公 本身就是晋国的这个始祖 他们的后代 他们的所留下来的那些群公子 都已经被晋国所灭掉了 那么他为什么不能灭你鱼国呢 还庄之族何罪 晋灭之 也就是这个趋卧还公 还有趋卧庄博 所留下来的那些后代 也就是还庄之族 他们是有什么罪过呢 晋献公全部都把他们灭掉了 鱼之与国 唇之与齿 那么我再跟您说一下 这个鱼国跟国国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是嘴唇与牙齿一样的关系 唇王则齿寒 嘴唇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牙齿就会受到寒冷 这个呢 也就是唇王齿寒 这个成语的来历 鱼公不听 遂许尽 鱼公呢 没有听 公知齐跟他说的这些道理 于是呢 遂许尽就答应了晋国 从自己的国家经过 去灭国 公知齐 以齐族 去渝 那么公知齐一看 说您也不听我的建议 那看来这个国家呀 前途堪忧啊 那我就不能在渝国再待了 于是呢 这个公知齐 就带领着他的家族 离开了渝国 齐东 晋灭国 当年的冬天 晋国呢 从渝国经过 就把国国呢 给灭掉了 国公丑奔周 国国的国军 国公丑 跑到周王室去避难了 还 袭灭渝 那么晋国呢 从国国退军 经过渝国的时候 顺道 也把渝国给灭了 鲁渝公 及其大夫 景伯跟白里希 把这个渝国的国军 渝公 还有他手下的两个大夫 一个叫景伯 一个叫白里希 给抓到了 后来呢 这个晋相公 把白里希呢 和这个景伯 一起作为应臣 送给了秦穆基 这个应呢 是古代的一种 这个婚嫁的嫁装 而且这个嫁装呢 跟这个别的嫁装不太一样 别的嫁装呢 都是用东西 而这个应呢 是一种用人做的嫁装 也就是 当晋国的这个女儿 嫁给秦国的国君 做夫人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嫁装呢 有很多陪嫁 这个陪嫁呢 当然有东西 也有人 也有丫鬟 也有男女奴隶 而白里希呢 跟景伯 因为是属于王国的大夫 因此呢 被抓到晋国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奴隶 那么晋相公呢 就把这两个人 作为奴隶 来送给秦穆基 让这个白里希和景伯呢 做秦穆基的奴隶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白里希 在作为应臣 前往秦国的途中呢 他找了一个机会逃跑了 最后呢 是跑到了楚国 在楚国呢 放羊 后来呢 这个秦国的国君秦穆公 听说白里希呢 是一个闲人 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就用这个五张羊皮 从楚国呢 把白里希给换回来 后来呢这个白里希又留下了一个外号 叫五谷大夫 当然呢 太史公在这段历史里边呢 并没有讲这个白里希的故事 但是白里希呢 后来是到秦穆公手下 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 晋国呢 在灭掉了余国之后 而修鱼寺 这里的修鱼寺呢 其实解释应该是有争议的 有一种解释呢 是说这个晋国灭掉了余国之后 对余国境内的这些山川之神进行祭祀 叫修鱼寺 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晋国在灭掉了余国之后 派人呢 继续主持这个余国的祭祀 并没有让这个余国的祭祀呢 灭亡 荀西迁囊所谓于驱铲之圣马 这里的囊呢 是以前 荀西呢 是晋献公手下的一个大臣 他迁出来以前所送给余国的那个驱铲之圣马 驱呢 就是公子一武所驻守的那个城市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是盛产这个驾车的马匹的 驾车的马匹呢 非常的优良 所以呢 这个晋国当时为了从余国借道 就用这个驱这个地方产的圣马来贿赂当时的余公 那么这次呢 晋献公把这个余国给灭掉了之后 那么余国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晋国的财产 那么当年晋献公送给余国的那些驱产之圣马 自然而然的又回到了晋国人的手中 所以呢这个荀西就牵出来以前啊 晋国所送给余国的那个驱产的圣马 然后把它交给晋献公 晋献公看到这些马之后呢 他就笑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马还是原来那些马 而且呢 这些马原来都是我的马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些马已经变得老了 因为我当时把这些马送给你余国的时候 这些马还是很年轻的 但是现在我把这个余国灭了 把这些马重新呢 再搂回来 那这些马呢 已经变成老马了 二十三年 县公遂发贾华等罚驱 驱溃 以武将奔敌 纪锐约 不可 从而已在以 金王 禁必宜兵伐敌 敌未尽 或且急 不如走梁 梁禁于秦 秦强 武军百岁后 可以求入烟 遂奔良 二十五年 禁伐敌 敌以从而故 亦激进于聂丧 进兵解而去 二十三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四年 这一年呢 晋县公 遂派 这个发呢 就是派遣 派遣他手下有一个大夫 叫贾华 来讨伐驱这个地方 因为驱呢 是公子以武 在这助手呢 驱溃 结果呢 驱这个地方 敌抗不住 甲华的攻击 这个城市呢 就变得溃败了 以武一看呢 在驱这个地方 也待不下去了 就想到别的地方 去逃命 那往哪里逃呢 这个以武 想要奔到底 因为看到公子 崇尔呢 在敌这个地方 毕命挺好的 他也想跑过去 他手下有一个大臣呢 叫纪锐 就跟这个公子以武 说了 说不行 崇尔呢 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 如果要再过去的话 晋国一定会派兵讨伐这个敌人的 那么讨伐这个敌人 他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呢 是晋国 派这个大兵 把你们哥俩呢 一起全都端掉 这是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敌人 扛不住晋国的攻击 很有可能呢 会把你们两个人 全部都献给晋献功 来求得这个和解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你和公子崇尔 全部都会完蛋的 而且敌未进 或且急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敌人呢 可能害怕这个晋国 或难呢 就会波及到你们两个人的身上 不如走梁 那么公子以武肯定问了 说呢不能往敌这个地方跑 那往哪去呢 然后这个季瑞就跟他讲 说不如到这个梁国去 这个梁国呢 是在这个黄河南北走向的 那个中间的地带 应该是靠近黄河的西岸 是与秦国非常近的 所以呢 这里叫梁禁于秦 秦国呢非常强大 武军百岁后可以求入烟 这里的武军呢 就是指晋献功 说等您老爹晋献功百岁之后 这里的百岁呢 其实就是等这个您老爹死了以后 这个百岁呢 是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 说等您老爹死了以后呢 您可以马上回到晋国 叫求入 就是回到晋国去 岁奔梁 那么公子以武一听 这个主意呢 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于是呢 这个公子以武 跟他手下的这些大臣呢 就全部都跑到梁国去避难了 二十五年 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二年 这一年呢 晋国讨伐敌人 敌以崇尔故 这个敌人呢 因为有崇尔在的缘故 一击晋于涅桑 于是呢 跟这个晋 在涅桑这个地方呢 就举行了一次对垒 这个涅桑呢 又叫采桑 是在今天山西省湘宁县的西边 晋兵解而去 当时这个晋国呢 也没有跟敌人呢 进行死磕 看到敌人呢 摆出一副这个拼命的架势 然后呢 他们就解兵而去了 当此时 晋墙西有河西 与秦接近 北边敌 东至河内 当此时就是这个时候 晋国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他的西边呢 是有河西 这里的河西呢 是一个古代地区的名 是指呢 今天山西省跟陕西省两省之间 那个黄河南北走向的那一段靠西的那个地区 也就是靠近秦国的那个地区 全部都归晋国管 也就等于是这个晋国跟秦国之间呢 就隔了一道黄河 但是呢 这个黄河西岸 靠近秦国的那一边 有一部分的土地跟城市呢 还是属于晋国的 所以说他这里讲叫西有河西 与秦接近 跟这个秦国呢 直接是接壤的 北边敌 他的北边呢 跟敌人也是挨在一起的东至河内 那么他东边的这个领土呢 一直到河内这个地方 河内是指哪呢 是指今天河南省境内的那个古黄河以北的地区 也就是黄河大脊子弯 它的下游呢 是西南东北流向的 所以呢 在这个黄河西边和北边的那块土地 全部都是属于晋国的土地 叫东至河内 利基地生稻子 这个利基地呢 实际上是指利基的妹妹 利基的妹妹呢 也给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 他的名字呢 叫道子 二十六年下 齐桓公大会诸侯与奎丘 晋献公并行后 未至逢周知载孔 载孔曰 齐桓公一交不误德 而误远略 诸侯扶平 君帝无会 无辱近和 献公义并 赴桓归并慎 乃未循熙曰 无以稀奇为后 年少 朱大臣不服 恐乱起 子能立之乎 寻西约 能 县公约 何以为宴 对约 使死者复生 生者不惭 为之宴 于是 遂主 稀奇 于寻西 二十六年夏天 就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一年的 这一年的夏天 齐桓公呢 在奎修这个地方 举行了诸侯盟会 因为齐桓公呢 要做这个春秋第一霸主 所以呢 在奎修这个地方呢 召集其他的诸侯兄弟 到这来开会 奎修呢 是当时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他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兰考县的东边 尽县公呢 当时也病了 他肯定也接到了齐桓公 给他发的这个请柬 行后 未至 结果呢 他在路上可能耽搁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等其他的诸侯全部到了奎修 举行完了这个盟会之后呢 这个尽县公还没到 所以说叫未至 逢周之载孔 而且呢 这个尽县公在路上碰到了 参加这次盟会的一个周王使的大夫 他的名字叫载孔 这个载呢 应该是一个职位 这个孔呢 应该是他的这个名字 所以呢 就碰到了这个人 那么载孔呢 就跟近县公讲 说齐桓公啊 一骄 现在呢 变得越来越骄傲 不误德 而误远略 这里的误呢 是致力于 他的意思呢 是讲说齐桓公 现在这个人呢 有点骄傲 他不致力于德行的建设 而误远略 这里的远略呢 是指向远方炫耀我齐国的武力 该有多强大 实际上呢 他是指这个讨伐楚国 诸侯扶贫 诸侯呢 虽然都参加了奎求的盟会 但是呢 对齐桓公的表现呢 并不满意 军地无会 这里的地呢 并不是指弟弟的地 而是指那个地己的地 因为地己的地呢 在古代也有警管的意思 军尽管无会 说您呢 在路上虽然耽搁了 身体不好 去的也比较晚了 等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大会都已经散了 您就不用再去了 无辱进河 那么你不去 这个齐国呢 也不会拿你晋国怎么样 县公义病 赴还归 当时呢 这个县公啊 正好在路途当中 身体也不好 因此呢 他听了这个载孔的话之后呢 就回到了晋国 回去之后呢 他病得更加厉害了 于是呢 他就开始交代后世 他就对他手下的这个大臣 寻息就说了 说无以西齐为后 我想把西齐立为这个太子 让他做下一届的晋国的国君 但是呢 我有一个担心 西齐年少 因为他太小了 朱大臣不服 他手下的这些大臣呢 可能不会服他 恐乱起 恐怕等我死了之后 如果真把西齐立为是晋国的国君的话 那么霍乱可能就会起来 只能立之乎 那么你能替我把这个西齐立起来吗 让他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寻息说 能 回答的呢 非常的这个坚决 那么近相公就问了说 何以为宴 你说能 那么你凭什么说能呢 你的证据在哪里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里的燕呢 是指证据 荀西呢 就回答说 使死者复生 生者不残 说假使你死后复生了 再见到我 那么活着的我也不会为此感到惭愧的 为之燕 这就是证据 于是呢 这个近县公就把这个西齐 主托给寻息 寻息为相 祖国正 秋九月 县公族 县公族 李克批证 遇纳崇尔 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为寻息曰 三院将起 秦尽扶之 子将何如 寻息曰 五不可赴先君言 十月 李克杀西齐 于丧赐 县公 未葬也 寻息将死之 或曰 不如立西齐地 盗子而赴之 寻息立盗子而葬县公 十一月 李克 誓道子于朝 寻息死之 君子曰 诗所谓白归之殿 有可磨也 思言之殿 不可违也 其寻息之未忽 不负其言 出 县公将罚立荣 补曰 使牙为祸 急迫立荣 获利基 爱之 竟已乱尽 寻息呢 是作为展相 来主持正国的正式 秋九月 也就是本年的这个九月份 秋天的时候 晋献公呢 终于死了 李克 批正呢 想接纳公子 崇尔 让公子 崇尔 回来做这个 晋国的国君 以三公子之徒 作乱 这里的三公子呢 就是公太子 申生 还有公子 崇尔和公子 乙武 因为这些人呢 在晋国的国内 还是有一些党徒的 因此这个李克 跟批正呢 就想带领这三个公子的党徒 想要作乱 为 寻息约 那么在作乱之前呢 就对这个寻息讲 说三怨将起 所谓的三怨呢 就是指三种怨恨 也就是 这三公子之徒的怨恨 将要兴起来了 秦晋福之 子将何如 这个秦呢 就是指秦国 晋呢 就是指晋国的老百姓 也就是 秦国跟晋国的老百姓 分别从国外和国内 两个方向 来辅佐 这三公子之徒 来作乱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子将如何 您将到哪里去呢 寻息就回答了 说 我不可以背负先军之言 这个先军呢 就是指晋宪公 说晋宪公当年死之前呢 曾经把这个 西齐嘱托给我 我不能因为他死了 现在这个三公子之徒 要作乱了 我就可以背负 这个先军的话 十月份 李克杀西齐与桑次 这个桑次呢 是当时古代的这个儿子 为父母守桑的 那个房子 叫桑次 等于呢 这个西齐为晋宪 禁宪公守桑的时候 就被这个李克呢 和一些大臣给杀掉了 宪公卫葬也 当时呢 杀掉西齐的时候 晋宪公呢 尸骨啊 还没有被下葬呢 寻息将死之 寻息一看 自己呢 没有能够保护住这个西齐 干脆呢 自己也就死了算了 但是呢 有人跟他讲 说您不要死 您不如干脆 立西齐的弟弟 道子而复之 您把这个西齐的弟弟 道子给立起来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而且当他的师父 这不也可以吗 寻息一听也不错 于是呢 他就没有死 而是立了这个道子 这个道子呢 跟西齐 应该是属于这个 两姨表弟 因为道子的母亲 跟这个西齐的母亲 立姬呢 是结俩 所以呢 这个寻息啊 就把道子立起来 做了晋国的国君 而且呢 在他的主持之下 葬了这个晋献公 11月份的时候 这个李克呢 又把道子给干掉了 而且这次杀道子呢 是在朝堂上杀的 荀西一看 两个孩子都死了 那自己也确实是 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于是呢 荀西也死在了这件事上 君子呢 对这个荀西的行为啊 有一个评价 啊 君子就说了 说诗经上讲 白龟之殿 有可磨也 这个白龟之殿呢 是指这个白玉 上面的那个污点 白龟呢 就是白玉 这个殿呢 就是污点 说这个白玉 上面的污点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磨掉的 有可磨也 思言之殿 不可为也 但是画里边的那个污点 你是没办法磨掉的 也就是说 这个画呢 你一旦要是讲出去的话 就不像白龟 磨掉污点 那样好磨了 那么你这个画 就说出去之后 就不可以再更改了 叫思言之殿 不可为也 这四句诗呢 是在诗经大雅义 这首诗里边摘录下来的 其实君子呢 引用这四句诗 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你当初啊 这个荀西 可能把话说的太满了 那么现在呢 你没有保住这两个孩子 那你只有为之去死了 所以这里讲叫 其以寻息之未乎 说的难道不是你寻息吗 不负其言 说你没有背负 这个晋献功 给你留下来的这些遗言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晋献功 讨伐利荣的时候 曾经呢 做过这个占卜 而且占卜的这个照相上是讲 叫齿牙为祸 齿牙为祸的意思呢 就是指这个祸害呢 可能会源自这个小人的残言 所谓的小人呢 其实就是指利基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利基弄过来 做自己的妃子的话 那么这个残言 就会从利基那里边兴起 而一旦这个残言 从利基那里边兴起的话 就会给晋国呢 造成这个祸患 急迫利荣 获利基 等到这个晋献功 把利荣给打败了 而且抓获了利基 爱之非常宠爱利基的时候 竟已乱进 那么利基呢 确实是因为这个 晋残言 把晋国的这个政坛呢 搞的是乌烟葬气 乱七八糟 李克等以杀西齐 盗子使人迎公子 从而于敌 玉利之 从而谢约 父父之命出奔 父子不得修 人子之礼 是丧 从而何赶入 大父其更利他子 环抱李克 李克使赢以武余粮 以武欲网 旅省 系瑞曰 内有有公子可立者 而外求 难信 既非之秦 扶强国之威 以入 孔威 乃使系瑞 后路秦 曰曰 吉德路 请已进 河西之地 与秦 即为李克书曰 成德立 请遂封子于 焚扬之意 秦穆公乃发兵 送以武于晋 齐桓公闻晋内乱 义帅诸侯如晋 秦兵与以武 亦至晋 其乃使习鹏 惠秦 俱入以武 立为晋军 誓为惠公 齐桓公至 晋之高粮 而还归 李克跟批正这些大臣 等到杀了这个西齐 跟盗子之后 就派人想迎接公子 崇尔回到这个晋国做国君 因为崇尔这个时候 还在敌人的部落里边 欲立之 想要立崇尔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崇尔就辞谢 然后他的辞谢理由是这样说的 他说父之命出奔 前面那个父是指违背的意思 我违背了当年老父亲的命令 而出奔到敌人的这个部落 父亲死了 我也不能够不得是不能够修人子之礼 这里的修呢 是晋啊 是晋人子之礼 来释丧 也就是说来参加这个丧礼 我从而何感入 我从而还有什么脸 能够进到这个晋国 去当国君呢 大夫其更立他子 这里的更呢 是改 说您呢 这些大夫想让我回去做国君 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是不能回去的 你们呢 还是这个改例其他的这些群公子当中选一个来做这个晋国的国君好了 环抱 李克 当时这个使者呢 回去之后啊 就跟李克讲了从而的意思 那么李克一看从而不干 那就没办法 使赢以武于梁 于是呢 他又派人到这个梁国去把公子以武呢 迎接回来 反正你们呢 都是这个晋相公的儿子啊 谁做都是做 以武欲王 当时公子以武一看 自己呢 是有这个机会回到晋国去做这个晋国的国君的 他就非常的想回去 他手下的两个大臣呢 倒是很细心啊 一个大臣呢 叫吕省 还有一个大臣呢 叫系瑞 这两个人呢 就跟这个公子以武就讲 说呢 您别着急回去 内有有公子 可立者而外求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 这个事有可能会有阴谋 因为在这个晋国的国内 还有晋相公 其他的公子在呢 为什么隔山遍海的 要跑到梁国 把您接回去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呢 男性就是这种行为 让人难以相信 既非之勤 服强国之威 以入恐威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子以武肯定问了 说那你看有现在 这样有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回到晋国去做国君 难道我们就放弃掉吗 但是呢 这个吕省跟系瑞说了 说放弃我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 其他国家的力量 那借助谁呢 就借助旁边那个大国 就是秦国的力量 叫既非之秦 这里的既呢 可以理解成是孤寂 说孤寂 如果我们不到秦国去的话 这里的既呢 是道 说我们如果不到秦国去的话 估计没有秦国这样的强国之威 来辅助我们回国 那么我们恐怕是有危险的 这里的福呢 是辅佐 辅助 强国之威呢 就是指秦国这样的强国的威严 来辅佐我们 我们就贸然回到晋国的话 那么摸不清情况 我们可能会有危险 乃使戏锐后禄秦 于是呢 就派这个戏锐到秦国呢 去谈这个条件 而且呢 这个条件给出来的是非常优厚的 叫后禄秦 拿非常丰厚的这个礼物 来贿赂秦国 约约 而且跟这个秦国呢 定下了条约 条约是这样讲的 说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到 晋国当上这个国君 这里的既呢 是假如 说假如呢 我们能够回到晋国 那么秦已进河西之地与秦 我们就会把晋国在河西的那一片土地呢 划给你秦国 那么这个河西之地是指哪呢 据说呀 当时这个河外的那个河西之地 有五座城市 都是属于晋国的 它的大致的范围呢 是东到这个国的这个边境 南到这个华山 具体的地点呢 就是指黄河这个下边 那个几字弯啊 黄河的这个南岸 跟这个西岸的那一块 晋国的土地 把这块土地呢 全部都给你秦国 那这块土地呢 就叫河西之地 细瑞他们这帮人呢 在贿赂完秦国之后呢 又恐怕是国内的这些大臣不配合 因此呢 还想这个拿出很厚的贿赂 来贿赂这些国内的大臣 其中呢 这个国内的大臣 领头的这个人就是李克 于是呢 这个公子以武 又给李克呢 写了一封信 这里的书呢 可以理解成是信 啊 信里边是这样写的 城德利 这里的城呢 是果真 说果真 如果我公子以武 能够回到国内 做这个秦国的国君的话 请遂封子于焚羊之意 那么我立刻就会把焚羊之意 这块地方呢 封给你 这里的子呢 就是指李克 那么焚羊之意又指哪呢 这个焚羊是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静乐县的西边 把这块土地呢 全部都封给你李克 你看怎么样 李克呢 当然也是非常高兴啊 秦穆公和李克都很高兴 那就非常配合这个公子以武 让他回到晋国去当国君 而秦穆公做的事呢 就是发兵 把以武呢 送到晋国 齐桓公这个时候呢 远在齐国 也听说了晋国发生了内乱 他也想参与到这个晋国的内乱的调解当中 也率领诸侯到晋国这边来了 而此时呢 这个秦兵还有以武呢 已经到了晋国 因为这个秦国离晋国毕竟比较近 而齐国呢 距离晋国呢 比较远 齐桓公呢 就派这个他手下一个大臣叫习鹏 说你这样 我们如果全部都到的话 可能已经晚了 你呢 先带领一小部分人骑快马 先到晋国去 看看晋国的这个国内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这个习鹏呢 就带领一批人啊 快于这个齐桓公 先跑到了这个晋国 在这个晋国呢 就碰到了这个秦兵 还有乙武 于是呢这个习鹏和这个秦国进行了会合 一起呢把乙武送回到了晋国 去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这也就是后来的晋汇公 齐桓公至晋之高粮而还归 然后呢这个习鹏一看到晋汇公已经立起来了 晋国的国内的政治已经稳定了 然后他就从这个晋国的国都降反了回来 然后呢在路上碰到了还往前走的齐桓公 习鹏就跟齐桓公说了一下晋国国内的情况 齐桓公一看呢自己也确实没有必要再到晋国去了 于是呢走到了晋国高粮这个地方之后又回到了齐国 这个高粮呢当时也是晋国一个城市的名字 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山西省林坟县的东北 晋公以武元年史批正谢秦曰 史以武以河西帝许君今姓得入立 大臣曰帝者先君之地君王在外 何以得善许秦者寡人争知福能德 故谢秦亦不予理克焚扬义而夺之权 四月周襄王使周公继府惠齐秦大夫共礼进惠公 惠公以崇尔在外为理克为便 赐理克死未曰 为离子寡人不得利 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 为子君者不亦难呼 理克对曰不有所费 君何以兴欲诸之 其无此乎 乃言为此 臣闻命以遂福建而死 于是批正使谢秦未还 故不及难 惠公以武元年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年 这一年呢 晋国让这个批正到秦国进行慈谢 慈谢的话是这样说的 说开始这个公子以武 也就是现在的晋惠公 把晋国和西的地方许给了你秦国 今信德入力 现在侥幸能够进入晋国做这个国君 那么手下的大臣就说了 说这个土地是先君的土地 君王在外 我国君逃亡在外的时候 怎么能够擅自的把晋国的土地许给秦国呢 寡人争之福能德 这个寡人呢 是指晋惠公 因为这段话呢 是晋惠公让批正以自己的口气去说的 所以这个批正呢 就代替晋惠公以武说寡人 说寡人呢 争之福能德 我想呢 为这个秦国争取 把晋国这块土地呢 划给秦国 但是呢 手下的这帮大臣不同意 所以呢 我没有争过他们 叫福能德 故谢秦 因此呢 让这个批正到秦国来进行辞谢 亦不与李克 焚羊役 前边呢 如果说是对外 这个晋惠公呢 撕毁了以前的这种协议 那么对内呢 晋惠公也没有兑现 他曾经许给这些手下大臣的这些土地 比如说 这个李克 原来呢 这个晋惠公答应给李克呢 是焚羊之田的 但是呢 也没有把这个焚羊之义这块地方呢 给李克 而且呢 他不仅没有把这个焚羊之义呢 给李克 而且呢 还把李克的执政权呢 给夺掉了 四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周襄王 让周公祭府 这个周公祭府呢 是周王使的一个清大夫 让周公祭府 会和齐国跟秦国 这两个国家的大夫 共同的为晋惠公 即位举行正式的这种大典啊 所以说叫这个贡礼晋惠公 惠公以崇尔在外 可是呢 这个晋惠公啊 因为崇尔 崇尔呢 是他哥哥啊 因为崇尔呢 还在外边流浪呢 他也害怕李克呢 在这个晋国内部 违变 违变呢 就是制造霍乱 因此呢 他赐李克死 让这个李克自杀 他赐李克死的时候 说的话是这样说的 说威离子 这里的威呢 是没有 说没有你离子的话 这个离子呢 是指对李克的尊称 寡人不得利 那我晋惠公呢 在晋国 是不能够做上这个国君的 虽然 这里的虽是虽然 然是这样 但是虽然如此 子一杀 二君一大夫 可是你李克呢 杀了两个国君 就是西齐跟这个道子 还有一个大夫 就是荀西 你杀了三个人 为子君者 不亦难乎 那做你的这个国君 不也太难了吗 李克呢 听到了晋惠公 对自己说的这个话 他就回答了 他说 不有所废 君何以兴 如果前边的那两个国君 不死的话 你怎么可能 坐上这个晋国的国君呢 欲诸之 其无此乎 你既然想杀我的话 你怎么可能没有借口呢 乃言为此 因此呢 你才这么说的 臣文明以 李克就说了 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 遂伏剑而死 那我就死给你算了 然后呢 这个李克就伏剑而死 所谓的伏剑而死呢 就是抽刀自杀 抹了自己的这个脖子 于是 批证使谢秦未还 这里的于是呢 是当时 当时呢 这个批证 奉晋慧公的命令 到秦国 去跟秦国解释 我们晋国呢 不会把土地给你 这个批证呢 在秦国还没回来的时候 啊 晋国的内部呢 就发生了李克之难 也就是李克呢 被这个晋慧公给刺死了 问题是这个批证呢 跟这个李克是一伙的 所以呢 这个批证就没有赶上 因为如果批证这个时候不出国 他要是留在晋国的话 肯定也跟李克一样 被这个晋慧公呢 给刺死了 晋君改葬 公太子申生 秋糊涂之下国 御申生 申生与在 而告之曰 以武无礼 于得请于帝 将以晋与秦 秦将似于 糊涂对曰 陈文神不实 非其宗 君其四 无乃绝乎 君其图之 申生曰 诺 武将赴请帝 后十日 新城西偏 将有污者 献我焉 许之遂不见 及其而往 赴见 深深告之曰 帝许罚 有罪以 必于寒 而乃姚曰 公太子 更葬以 后十四年 晋义不昌 昌乃在凶 晋君呢 就是晋慧公 晋慧公当了晋国的国君之后呢 可能是想要收买公太子 身生所留在晋国的那批余党 因此呢 他就开始作秀 他开始改葬公太子 身生 为什么要改葬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可能是为了收买那些原来在暗中支持公太子身上的这些人 这些人呢 虽然因为公太子身生已经死了 他们呢 不能再这个支持公太子身上了 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还是能够决定啊 晋国的这个政治走向的 所以这个晋慧公呢 就想通过改葬公太子身生这件事呢 来收买这些人 那什么叫改葬呢 改葬就是把公太子身生的尸体从坟里边呢 给挖出来啊 然后呢 重新的再按照这个太子的这个礼节来下葬 秋天的时候呢 这个胡图知夏国 到了秋天的时候 晋国的另外一个大臣叫胡图到夏国去 这里的知是道 夏国呢 是屈卧 结果呢 从这个晋国的首都将到屈卧的这个路上呢 就遇到了身生 身生呢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那这里边呢 应该遇到的是身生的鬼魂 遇到了身生的鬼魂之后呢 然后身生说 那你跟我一块坐车吧 于是身生羽在 这个羽在呢 是羽之在 和这个胡图一起坐车 而且呢 身生在车上就告诉这个胡图就说了 说乙武这个人太无礼了 于德请于地 这里的地是天地 说我要到天地那里去请求 将以晋与秦 将要把这个晋国呢 送给秦国 秦将似于 那么秦国呢 为了感谢我 会祭祀我的 胡图啊 一听这话就说了 我听说 这个神呢 他是不吃 不是他这一宗族的人 奉献给他的祭祀品的 所以你把晋国送给了秦国 而秦国呢 跟你晋国又不是同宗 你指望秦国会祭祀你 这是不可能的 君其四 无奈绝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您的这个祭祀恐怕就要断绝了吧 君其徒之 您呢 仔细还是考虑一下 深声呢 就回答了说 那这样吧 武将赴请地 我呢 将重新的再一次请求天地 后十天 新城西偏 这里的新城呢 就是指屈卧 西偏呢 就是指城的 城西的外边的那部分 将有污者献我焉 将会有一个污人 这里的污呢 一般是女污 因为在这个先秦以前 所谓的污者都是女污 有污者献我焉 也就是呢 我的灵魂将附体在这个污者的身上 他所跟你回答的话 都是我要跟你说的话 糊涂呢 于是就答应了公太子身声的请求 遂不见 于是呢 这个公太子身声马上就消失了 急期而往 等到了这个见他的那个日期 糊涂呢 就到了指定的地方来见这个公子虫儿 结果他真看到了这个污者 身声告知约 那么这个身声呢 就借助这个污者的嘴 来告诉糊涂说 地许伐有罪已 天地呢 已经答应我讨伐晋国那些有罪的人了 碧于寒 这里的碧呢 就是通这个失败的拜 是指晋慧宫呢 将来会在这个寒园这地方呢 跟秦国打一仗 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呢 晋慧宫会失败的叫碧于寒 寒呢 是寒园 当时呢是属于晋国的一个地名 是在今天山西省合金跟万泉的这两个县的中间 那个地方有一个寒 儿乃瑶约 那么这个儿童也就是小孩也有歌谣唱了 说公太子更藏以公太子身声改藏了 之后呢14年晋国也不会昌盛的 而能够昌盛的这个人 也就是能够使晋国昌盛的这个人 不是现在的晋慧宫 而是他的哥哥 批证使秦文理克诸 乃税秦穆公曰 旅省戏称 继锐实为不从 若众路羽毛出禁军 入崇尔 事必救 秦穆公许之 使人与归报尽 后路三子 三子曰 避厚言干 此必批证 卖我于秦 遂杀批证 及李克 批证之党 欺余大夫 批证子报奔秦 言伐晋 穆公福厅 当时呢 这个批证代表晋慧宫 出使秦国 听说李克呢 被杀了 于是当时 他就说服秦穆公 他是这样说的 说旅省戏称跟纪锐 这几个人呢 都是晋慧宫的这个党羽 也是他的一伙的这些大臣 实为不从 也就说 这个不给你秦国的 这个土地的那些大臣 不同意晋慧宫 把土地 画给你秦国的那些大臣 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叫实为不从 若众路羽毛 这几个人呢 这个非常贪财 如果我们秦国 给他们这个很重的贿赂 而且呢 暗中和他们商量 把呢 这个晋国的国君 晋慧宫呢 给赶出去 让这个公子从而 回到晋国当国君 那么这个事呢 一定会成的 所谓的事必旧 这里的旧呢 就是成 那么什么事呢 就是当年晋慧宫 答应给你秦国的那些 河外的土地 是一定会对象给你的 秦慧宫一听呢 他说的也有道理 因此就答应他了 使人与归报境 派这个秦国的一个使者 和这个批证 一起回到了晋国 归报 这里的归呢 是回去报呢 是这个回报晋国 后路三子 同时呢 这个派去的秦国的使者 拿出了这个非常厚重的礼物 来贿赂 前面指的那三个人 就是吕省戏称 还有继瑞 那这三个人就商量了 说避厚言干 说秦国的这个使者呢 给我们送的钱是很多的 而且说的话又很甜 这一定是批证 在秦国把我们这几个人给出卖了 于是呢 这几个人就联合起来 把这个批证给宰了 同时呢 把这个李克跟批证之党 叫其余大夫 这个其余大夫呢 也和李克批证一样 都是站在一个 这个政治阵营里边的人 把这些人呢 也全部都给干掉了 批证的儿子批报 一看不好 就赶紧逃了 他就跑到秦国 严伐晋 到了秦国之后呢 就跟秦目公讲 说我们现在开始讨伐晋国吧 您当初让这个批证 还有您的使者 去收买那几个人的 这事呢 没干成 现在呢 只有用武力讨伐 才能把晋国当年 答应给你秦国的 那几个城市呢 拿回来 但是呢 秦目公没有听他的话 会公之力 被秦帝及李克 诸其余大夫 国人不负二年 周始少公过礼进会公 会公礼居 少公积之 会公之力 也就是进会公 当年在这个晋国 当了国君的时候呢 被秦帝及李克 这里的被呢 是背叛的意思 背叛了 曾经答应给这个秦国的土地 还有给李克的这个 焚羊之意 诸其余大夫 但是呢 他不仅没给 而且呢 把李克给杀了 把这个李克支党 其余大夫也给宰了 因此呢 他的这一系列的做法 国人不负 所谓的国人呢 就是生活在晋国国都 将这个城市里边的人 叫国人 这些国人呢 就没有再归赴晋会公了 二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九年 周王始 派少公过李晋会公 所谓的过呢 就是经过 李晋会公呢 就是指当时的周天子 想依照这个李治 赐命给晋会公 来表示对晋会公的荣宠 这个叫李晋会公 但是呢 在这个礼节上 晋会公表现的是非常居傲 非常牛 少公机之 这里的少公呢 就是指代表周天子 到晋国来出差的这个大臣 因此呢 就讥讽他 讽刺他 四年 晋机 启迪于秦 木工问百里熙 百里熙曰 天灾流行 国家带有 旧灾蓄邻 国之道也 与之 批证子报 曰 罚之 木工曰 其君是恶 其民合罪 足语素 自拥 属将 四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七年 这一年呢 晋国发生了饥荒 启迪于秦 启呢 是请求 敌呢 是买粮食 启求呢 从这个秦国买粮食到晋国 当时呢 这个秦木工就问他手下的大臣 他问了百里熙 这个百里熙呢 前面我们提过啊 就是由这个渝国 被这个晋国抓过去的一个大臣 后来晋国嫁女儿的时候呢 把这个百里熙作为奴隶 作为嫁妆 来陪送给这个秦木基 所以呢 这个百里熙啊 就跟这个秦木基的队伍到这个秦国去 但是呢 百里熙在半路跑了 后来秦国呢 又用五张公羊皮 把这个百里熙呢 又从楚国买回来 那么这个百里熙呢 就做了秦木工手下的大臣 秦木工这个事呢 就问这个百里熙 说这个晋国现在发生了饥荒 想从我们秦国买粮食 你看我们秦国是卖给他 还是不卖给他 这个百里熙呢 就回答了 说天灾流行 这个天灾啊 是都有的 国家带有 这里带呢 是轮流 国家呢 是轮流都会有的 今年呢 是晋国 明年可能就是咱们秦国了 救灾蓄林 救灾患 体恤林国 这是国家的生存之道 所以百里熙就说了 按我的这个观点呢 应该是卖给这个晋国粮食的 但是呢 也有人不同意 不同意的这个人呢 就是逃难到秦国的这个批证的儿子 批报 批报呢 因为一心想给这个老爹报仇 所以说呢 他就说服这个秦穆公 说不要卖给他 而且呢 不仅不卖给他粮食 还要讨伐他 这个秦穆公呢 当然也没听他的话 秦穆公就说了 说齐君是恶 也就是呢 这个晋国的国君呢 虽然不是东西 这个人呢 本质不好 但是呢 老百姓本身并没有什么罪的 其实这个话说起来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发生天灾 怎么饿也不会饿死国君的 但是老百姓肯定会有很多人呢 被饿死 足语肃 那么最后呢 秦国还是卖给了晋国的粮食 自庸蜀将 庸呢 是秦国的首都 它的地点呢 大概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凤祥县那个地方 而这个将呢 是晋国的首都 从庸到将 这个鼠呢 是连接 也就是说 这个从秦国 运粮食到晋国的这个车队 或者是船队 从雍这个地方 一直绵延不断的 连到了将这个地方 说明这个队伍 它是非常长的 这个在春秋左传里边呢 专门有一个词 叫泛舟之意 也就是 这个运送秦国的粮食到晋国去的船 全部都连起来了 在这个两个国度之间 都连成了一条线 叫泛舟之意 五年秦姬 请敌于晋 晋军谋之 庆政曰 以秦得利 以而备其帝曰 晋姬而秦代我 今秦姬请敌 与之何疑而谋之 国社曰 往年天已尽 赐秦 秦福之取 而代我 今天已秦 赐进 近其可以逆天呼 遂罚之 惠公用国社谋 不予秦诉 而发兵且伐秦 秦大怒 一发兵伐晋 五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四十六年 这一年呢 这个秦国 像当年晋国发生饥荒一样 这个秦国呢 也发生了饥荒 请敌于晋 跟这个晋国向秦国 祈求买粮食 这个行为是一样的 这个秦国呢 现在反过来 祈求呢 向晋国购买粮食 这个时候呢 晋国的国君呢 还是晋惠公 他就跟手下的大臣呢 就商量了 说要不要把这个粮食 卖给秦国 他手下有个大臣呢 叫庆政 这个人就说了 说以秦得利 我们是靠着秦国 才能这个立国的 也就是说你晋惠公 是靠着秦国的帮助 才能回到晋国呢 当这个国君呢 以而背其缔约 可是呢 你回来坐稳了 这个国君的位置之后呢 你就违背了当年 你曾经答应给秦国的 这个土地 这里的背呢 是通那个背叛的背 缔约呢 就是答应给秦国 那个些土地的约定 进击而秦待我 而且呢 这个晋国发生饥荒 秦国呢 借给我们粮食 现在呢 秦国发生饥荒 请求从我们晋国买入粮食 与之何疑 给他就完了 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而毛之 你们这些人 还在这里商量来商量去的 而另外一个大臣呢 国社啊 就这个 跟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了 国社说 往年天已晋赐秦 说以前呢 这个上天 把晋赐给秦国 但是秦国呢 扶知取 秦国是个傻貌 不知道要我们晋国 而代我 而且呢 还借给我们粮食 让我们晋国能够生存 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 天已秦赐进 现在上天呢 把这个秦国赐给我们晋国 晋其可以逆天呼 晋国怎么可以违背这个老天的意思呢 遂罚之 我们应该立刻讨伐这个秦国 惠公呢 最后采用了国社这个人的谋略 不给秦国人粮食 而且还发兵 将要攻打秦国 这里的且是将要 秦国一听就怒了 叫大怒 一发兵伐晋 秦国说 你们晋国人太不是东西了 因此呢 就发兵讨伐晋国 六年春 秦木公将兵伐晋 晋汇公为庆正曰 秦师申以奈何 正曰秦那军 军备其路 晋姬秦书肃 秦姬而晋备之 乃欲因其机伐之 其身不亦一呼 晋补育幼 庆政阶级 公曰 正不训 乃耕令布阳 玉荣 加普图为幼 晋兵九月仁须 秦木公晋汇公 何占韩元 汇公马 智步行 秦兵志 公炯 招庆政为育 正曰 不用补 败不亦当呼 遂去 耕令 梁游谜 国社为幼 陆秦木公 木公壮士 冒败晋军 晋军败 遂施 秦木公 反祸 晋宫已归 六年春是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五年 这一年的春天 这个秦木公将要新兵讨伐晋国 那么晋惠公就对他手下的大臣庆政说了 说秦师身矣 这里的身呢是深入境 说秦国的军队呢来侵略我们晋国 现在呢这个秦兵已经这个深入晋国的国境了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庆政就回答了 说秦纳军 这里的内呢是通带绞丝旁的那个纳 也就是秦国用武力把您呢从这个秦国送到晋国当国军 军备其路 您呢回到了这个晋国违背了答应给秦国的这些贿赂 而且呢 晋国发生了饥荒 秦国呢给我们晋国诉送粮食 秦姬而尽备之 但是反过来 秦国发生饥荒 晋国呢却违背他 乃欲因奇迹而讨伐他 想要趁着人家发生饥荒 国力衰弱的时候 讨伐人家晋国 其身不亦一乎 那么人家秦国深入我们晋国不也是应当的吗 进补育幼 庆政阶级 看来呢 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于是呢 这个晋国人就开始选兵 要和秦国的死磕 但是呢 在选这个人选的时候 选择让谁来当御者 让谁来当车诱 这件事呢 是决定不下来的 所以没办法 就只能烧这个乌龟壳来占卜 最后呢 占卜的结果是庆政阶级 也就是庆政这个人 不管是当御者也好 还是当车诱也好 都是很急的 但是呢 晋慧公说了 正不逊 这里的孙呢 是通谦逊的逊 说庆政这个人 太不谦虚 不能让他做这个御者 或者是车诱 乃更令 这里的更是改 于是呢 改令布阳 布阳呢 是晋国的一个大府 让布阳呢 做这个御荣 御荣呢 就是给晋国国军 驾车的这个司机 叫御荣 加普图为右 那么加普图呢 也是晋国的一个大府 让这个人呢 做这个车诱 于是呢 晋兵就跟这个秦国 开始交战了 9月仁虚 仁虚呢 是13号 9月13号的这一天 秦慕公 晋慧公 这两支军队呢 在韩元这个地方 就举行了这个会战 在会战的过程当中 晋慧公的这个马 制步行 所谓的制步行呢 就是指这个马 陷在这个泥里边 走不了了 是指这个马腿被绊住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秦兵却到了 所以晋慧公呢 就显得非常窘 被这个秦兵啊 给包围了 于是呢 晋慧公一看 周围呢 只有庆政的这个战车呢 还在的 他就喊这个郑庆 让郑庆的过来 做自己的这个御者 啊 所谓做自己的御者呢 并不是说 这个庆政从自己的车上跳下来 到这个晋慧公的这个车上 替他去赶车 而是想让庆政呢 把他自己的这个战车呢 啊 开过来 然后呢 拉自己脱离窘境 但是呢 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庆政就回答了 说不用补 败不义当乎 说你当初啊 这个不用占卜选出来的人 去做你的御者或者是车诱 你失败不也是活该吗 这个义当乎当呢 是应当 遂去 所以庆政呢 就干了一件 让这个晋国国军 晋慧公啊 非常大跌眼镜的事儿 就是他没管自己 而是自己驾着车逃跑了 结果呢 就导致这个晋慧公直接被秦国军队呢 给抓到了啊 同时当初在占卜的时候呢 这个晋慧公也是补这个另外一辆战车的御跟诱 那么这个御呢 是由梁游迷做御者啊 国社呢 是做车诱 当初呢 补这两个人做这个御者跟车诱的时候呢 这两个人啊 并没有像这个庆政一样啊 这个改来改去的 而是驾着战车呢 一起参加了跟秦国的战斗 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人是很猛的 他们两个驾驶的战车呢 露秦慧公 所谓的露呢 就是迎着秦慧公就冲上去了 而这个时候呢 秦慧公一看到梁游迷跟国社的车奔自己来了 他自己也慌了 不知道会怎么办了啊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有三百个壮士突然冲了出来 冒败进军 这个冒败就是迎头痛击进军 让进军大败 碎尸秦慧公 因此呢 这个靖国军队就失去了 这个抓到秦慧公的机会 那秦慧公呢 可能也非常好奇 说这三百个人是突然从哪冒出来的呢 原来这三百个人是三百名旗下的野人 所谓的野人呢 跟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个野人啊 他是不一样的 在先秦以前呢 这个人啊 分很多种 根据自己所住的这个地点 来分这个国人 都人啊 笔人 野人等等不同的种类 你像这个国人呢 是指生活在国都当中的人啊 这个都人呢 是指生活在大城市里边的人啊 笔人呢 就是指生活在那些这个城市以外 郊区的那些地方的人 像这个野人呢 可能生活的地点呢 就离这个城市比较远了 这些人呢 一般来说是以种田或者是打猎为生的 而旧秦木工的这三百个野人呢 跟这个秦木工啊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呢 在这个秦本记里边有过记载 我们以前读过了 也就是呢 秦木工啊 曾经丢过一匹好马 这个马呢 丢了之后啊 最后秦木工找人呢 去找这个马 发现呢 是被三百名野人呢 给抓到了 而且这些野人呢 把这马给宰了之后呢 就给吃了 按照当时的这个秦国的法律呢 可能是这个三百个野人一想 自己啊 可能这小命啊 也就完蛋了 但是没想到秦木工这人呢 是个好人 不仅呢 没有怪罪这三百个野人 而且呢 还把他们几个给放了 啊 所以这三百个野人呢 就非常感谢秦木工 对自己的好处 那这次呢 秦木工陷入这个困境之后 这些野人呢 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可能就事先呢 埋伏在这个战场 然后呢 突然就冒出来 打败了这个禁军啊 秦国军队呢 可能是这个啊 并没有注意这些野人来偷袭自己 所以说当这些野人啊 呼啦一下冲过来的时候呢 秦国军队呢 就有点慌了 慌了之后呢 就迎头吃了败仗啊 最后呢 这个结果就是啊 秦国军队失败了 秦国军队胜利了 秦国军队的国军啊 被这个秦国军队给抓到了 而本来呢 这个秦国人是有抓到秦国国军 这样一个机会的 但是呢 因为三百个野人的出现 也就失去了 因此呢 这个秦国反祸进宫已归 反而呢 把这个进会宫 抓到了之后 把他带回了这个秦国 秦将以四上帝 进君子 为木工夫人 催蝶替气 公约 得进侯将以为乐 今乃如此 且武闻 秦子见唐书之初封 曰 其后必当大矣 尽雍可灭乎 乃与进侯蒙王城 而许之归 进侯一使旅省 等报国人曰 孤随得归 无面目见设计 补日立子语 近人闻之 皆哭 秦木工问旅省 秦国何乎 对约不合 小人 巨师君 王亲 不单立子语 约必报仇 宁是荣敌 其君子 则爱君 而知罪 以待秦命 约必报德 由此二故不合 于是秦木工 耕舍晋汇宫 归之妻劳 十一月 归晋侯 晋侯治国 诸庆政 修政教 谋曰 崇尔在外 诸侯多利纳之 欲使人杀崇尔余敌 崇尔闻之如其 秦国人呢 把这个晋汇宫 给抓到之后呢 把他带到了这个秦国 而且呢 想让这个晋汇宫 用他来做祭祀品 来祭祀上帝 那么晋汇宫的姐姐呢 是秦木工的夫人 等于秦木工呢 是晋汇宫的姐夫 啊 姐夫呢 想把小舅子给宰了 用小舅子来祭天 啊 这个晋汇宫的这个姐姐 啊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叫崔蝶替气 啊 崔蝶是指桑服 她姐姐呢 就穿着桑服啊 替气 就是这个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枯 这里的崔跟蝶 是古代的这个桑服 崔呢 是指这个桑衣 蝶呢 是指桑代 像蝶呢 一般是这个 缠在头上 或者是缠在腰上的 那个叫蝶 而这个崔呢 它是分很多种的 啊 古代的这个桑衣呢 一般来说是分五种 叫这个展崔 姿崔 啊 大公 小公 跟司马 展崔呢 是最重的一种桑服 一般呢 是父亲死了 儿子呢 为这个老爹啊 会穿这个展崔 啊 这个姿崔呢 一般来说是这个母亲死了 然后呢 儿子穿的这个桑服 大公 小公 跟司马呢 这个啊 就指这个死者 跟这个穿桑服的这个人呢 关系就会越来越远了 桑服呢 分五等 因此呢 又叫五福 公约 得晋猴将 以为乐 这里的功呢 是指秦穆功 秦穆功啊 就非常高兴 他说了 我们这次战争 抓到了晋国的侯 侯呢 就是晋汇功 啊 江以为乐啊 江要把这件事呢 作为高兴的事 今乃如此 但是现在呢 搞得这个国君夫人啊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所以说这也不是什么乐事了 且五文 而且呢 我听说 姬子当初 建到了这个唐书鱼 作为晋国的始风军 叫建唐书之初风 然后呢 姬子就说了 姬子这个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他被称为是 殷朝的三个人人之一 另外两个人人呢 一个是笔竿 后来被这个商周王呢 给挖了心了 啊 还有一个人呢 叫威子 威子呢 后来做了宋国的始风军 而这个姬子呢 后来是远走朝鲜 姬子当初见到了唐书鱼 被封到晋国去之后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唐书鱼的这一只 一定会做大的 晋雍可灭乎 这里的雍呢 是怎么的意思 说晋国怎么可以被灭掉呢 乃与晋侯蒙王城而许之归 于是呢 就跟这个晋惠宫 在王城这个地方 举行了一场盟事 而且答应这个晋惠宫呢 把他放回国 王城呢 是秦国一个城市的名字 在今天陕西省大黎县的东边 在这个地方呢 举行了盟事 晋惠宫呢 也派旅省这些大臣呢 回到晋国 去向国人报告 而且报告的这个话呢 是这样讲的 我呢 虽然能够回到晋国 但是呢 没有面目 也就是没有脸面 再见到这个国家了 不日立子语 你们呢还是占卜一个好日子 来立我的儿子公子宇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吧 那么晋国的国人 听说这件事之后呢 全部都哭了 秦穆公呢 就问这个晋惠宫手下的大臣 旅省说你这次回到晋国之后 那么你觉得晋国国内很和睦吗 那么旅省呢就回答了 说晋国的国内呢 是不和的 小人拒失君王亲 为什么不和呢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呢 害怕失去国君 晋惠宫 也害怕呢 这个王亲 王亲呢 也就是失去自己的亲人 不单立子语 因此呢 他们不怕这个立子语 作为自己的国君 而且说了 说如果立这个公子语 做晋国的国君 一定要报这个寒之战 这个仇的宁是荣敌 我们宁可侍奉周围的那些荣人跟敌人 也不会侍奉这个秦国 但是呢 这个晋国上层的这些君子 他们呢 跟这个小人不一样的 这些人呢 是爱君而知罪 他们知道 这个晋惠宫啊 在这场战争当中 虽然被抓了 但是晋惠宫本身呢 也是有罪过的 而且这些君子呢 非常爱自己的国君 因此呢 这个君子跟小人之间呢 他这个是有矛盾的 小人想立功之语来报仇 而这个君子呢 还是想让晋惠宫 回到晋国去做这个国君 而且呢 这个晋国人也知罪了 以待勤命 来等待这个秦国 对晋国发布的命令 而且呢 这些君子说了 如果要是能让晋惠宫 回到晋国 继续做这个国君的话 那么晋国一定会报答 秦国的恩德的 因此有这两个原因 那么晋国是不和的 也就是君子跟小人之间 是有矛盾的 有分歧的 于是呢 这个秦穆宫 更舍晋惠宫 秦穆宫一听到 这个吕省的回答 就觉得还是应该 让这个晋惠宫回去 继续做晋国的国君 对我们秦国是有利的 那么他在这个秦国 对待晋惠宫的态度呢 也有所改变 原来呢 是把晋惠宫 关在监狱里 但是现在呢 叫改舍 或者叫更舍 也就是把这个晋惠宫呢 从监狱里边 给他拎出来 变换了他的住所 让他住到这个 好的宾馆里边 溃至七劳 这里的这个溃呢 就是送的意思 送给他七劳之礼 也就是秦穆宫 重新招待这个晋惠宫的时候 是以七劳之礼来这个接待的 七劳之礼呢 是这个诸侯 接待诸侯的最高规格的礼节了 11月 也就是本年的11月份 归晋侯 让这个晋惠宫回到了晋国 那么晋惠宫回到晋国之后呢 他首先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当年在这个战场上 不拉自己的这个庆政 把他给宰了 然后呢 是修政教 这里的修呢 是修明 政治教化 谋约 他这个就跟手下的大臣呢 商量说了 说崇尔在外 诸侯多 利那之 现在呢 我的哥哥崇尔还在外边流浪呢 而且其他的诸侯国 大多呢 都想把崇尔呢 给送回来 因为送回来之后呢 对这些诸侯国是有利的 所以说叫利那之 欲使人杀崇尔余敌 于是这个晋汇宫啊 就想派人 把这个崇尔呢 杀掉 因为崇尔这个时候呢 还在敌人那个地方避难呢 因此就派这个杀手 到敌人的部落里边 想把这个崇尔呢 直接就干掉 崇尔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就跑到齐国去避难了 八年使太子宇至秦 出惠公王在梁 梁伯以其女弃之 生亦男亦女 梁伯补之 男为人臣 女为人妾 故名男为女为妾 八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三年 这一年呢 这个晋惠公让太子宇到秦国去做人治 这个呢 也是根据这个秦国与晋国 谈好的这个条件实施的 可能这个秦国说 我把你放回去是可以的 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儿子派过来 到我们秦国做人治才可以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晋惠公不是逃亡在梁国这个地方吗 而这个他在梁国逃亡的时候呢 这个梁国的国君梁伯 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这个晋惠公 这个女孩子呢 嫁给晋惠公之后呢 和晋惠公又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梁伯补之 这个梁国的国君呢 有一天没事 就想给这个男孩和女孩呢 想占卜一下 看这两个孩子呢 将来前途的命运怎么样 结果补的结果让人大叠眼镜 这男孩呢 将来会做人臣 女孩呢 将来会做人妾 结局都不太好 因此呢 给这两个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男孩呢 取名叫鱼 也就是这个牛圈 马圈的意思 女孩呢 取名为妾 这个妾呢 是名字并不是他的职位 也就是这个外公呢 直接给自己的外孙女儿 取名叫妾 十年 秦灭梁 梁伯 好土工 智成沟 民利皮 愿 其众 树香精 曰 秦寇至 民恐惑 秦 静灭之 十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一年 这一年呢 秦国把这个梁国给灭掉了 当时灭掉的背景呢 是梁国的国军梁伯 好土工 所谓的好土工呢 就是这个人喜欢这个搞建筑 到处盖房子 制成沟 而且呢 挖这个成沟 把这个城周围呢 挖护城河 民利皮 这里的坝呢 是通疲惫的那个皮 导致呢 这个梁国的老百姓 整天呢 给国军干活 所以说这些老百姓呢 这个民利也这个非常的疲惫 所以呢 这些老百姓就非常怨恨梁国的国军 其中数相经 这里的相经是指受到惊吓 有一次呢 在干活的时候 这些人呢 这个受到了惊吓 为什么受到惊吓呢 有人就突然喊了一句 说秦寇治 说不好了 秦国人来了 大家赶紧跑吧 本来呢 这些老百姓就这个非常怨恨梁国的国军 一听说有这样的人在喊 那么大家这个互相就这个惊到了 惊到之后就像鸟兽一样突然啊就散掉了 民恐惑 这里的恐是惊吓 惑呢 是疑惑 这个老百姓呢 又惊恐又疑惑 最后呢 全部都跑散了 秦 禁灭之 那么秦国最终把这个梁国呢 就给灭掉了 这里的禁呢 是指最终的意思 十三年 禁会公病 内有数子 太子语曰 吾母家在梁 梁今秦灭之 我外清于秦 而内无缘于国 君及不起 并大夫亲更立他公子 乃某与其妻拒王归 秦女曰 子义国太子 辱在此 秦始必子事 已故子之心 子王已 我不从子 义不敢言 子与遂王归进 十四年九月 惠公族 太子语吏 视为怀公 十三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八年 这一年呢 禁会公啊 得病了 禁会公内有数子 也就是 他有很多的这个儿子的 其中呢 这个太子语 在秦国做人质 那么他就听说了 这个事之后啊 他就讲 他说我母家在梁 也就是我妈妈的家 我外婆的家 都在梁国 现在梁国呢 已经被秦国给灭了 我外清于秦 那等于我外婆家 就没有了 我在外 是被秦国呢 所轻视 而且呢 在国内 又没有什么这个援助 因为我一直在秦国做人质 在国内是没有人 啊 在援助我的 君疾不起 现在呢 君就是指 我的老爸 禁会公 已经病的 不能起床了 所以呢 我担心 这里的病呢 是指担心 我就担心呢 那么 晋国的这些大夫 会轻视我 而改立 其他的那些公子当中的一个 继续做晋国的国君的 那这样的话 我这太子呢 就没戏了 啊 于是呢 他就和他自己的这个老婆呢 就商量 想一起跑回到晋国 而这个时候呢 太子宇呢 因为在秦国做人质 因此呢 秦木工啊 就把他其中的一个女儿 嫁给了这个太子宇 做他的老婆 这个女孩子呢 叫陈盈啊 嫁给他做老婆之后呢 现在这个啊 太子宇就跟自己在秦国的这个老婆商量 说你跟我一块回去算了 因为我现在要是再不回去的话 那么等说不准哪一天我爹挂了 那么进国国君的位置呢 也就不可能归我了 但是没想到 他在秦国的这个老婆就说了 说你是异国的太子 辱在此 辱在此呢 就是指在秦国做人质 秦国呢 使婢子是 这里的婢子呢 是指这个太子与老婆的牵称 说呢 让我来侍奉您 以故子之心 来加固你在秦国做人质的这个心思 让你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做人质 现在呢 你想跑 我不会跟你去的 我不从子 亦不敢言 但是呢 我也不会把你要逃跑的这个事 跟啊 我们这个秦国讲的 子宇遂亡归境啊 所以子宇呢 就找了一个机会 从秦国呢 就逃回到了晋国 14年 是指公元前的637年 这一年的9月份 晋慧公呢 死了 太子宇利 啊 他的太子也就是在秦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宇 做了晋国的国君 啊 他的嗜号呢 就是晋怀公 子宇之王 秦愿之 乃究公子崇尔 欲纳之 子宇之利 为秦之法也 乃令国中 诸从崇尔王者与妻 妻近不道者 尽灭其家 糊涂之子毛 己眼 从崇尔在秦 福肯昭 怀公怒 求糊涂 突曰 禅死 是崇尔有年术以 今朝之 是教之反君也 何以教之 怀公足杀糊涂 秦慕公乃发兵 送纳崇尔 使人告 乱系之党为内应 杀怀公于高粱 陆崇尔 崇尔立 视为文公 子宇呢 从这个秦国逃亡 啊 所以呢 他并没有敢告诉这个秦慕公 等于呢 这个偷着回去的 所以这个秦国知道了 这个公子宇逃了之后呢 就非常怨恨这个公子宇 说你在秦国做人质 你即便走 你也要跟我们讲一声 现在你不说 连声招呼也不打 然后自己就偷着跑回这个晋国去了 那你对我们秦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于是呢 这个秦国就乃求公子崇尔 所以呢 这个秦国就认为了 既然你对我不仁也别怪我对你不义 这个秦国呢 就到处去找公子崇尔 想把这个公子崇尔用武力送回到晋国呢 去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用他来代替这个公子宇 而这个公子宇也就是太子宇回到晋国 做了国君之后呢 他非常害怕 也非常担心秦国会讨伐晋国 于是呢 他就命令国中 凡是那些跟着崇尔在外边流浪的那些人 你赶紧给我回到晋国 这里的语期呢 就是给他们规定期限 限你们在多少多少日之前 必须返回晋国 不然的话 期禁也就是日期到了 你们还没有回到晋国的话 那么你们的家属 只要还留在晋国以内的 我全部会把你们宰掉 当时呢 这个胡秃的儿子啊 一个叫胡毛 一个叫胡衍 这两个人呢 都是公子崇尔的舅舅 这两个人呢 当时跟着这个公子崇尔 一直在外边流浪呢 这个时候已经流浪到秦国了 那么福肯昭 所谓的福肯昭呢 就是胡秃 并没有把这两个孩子呢 从这个公子崇尔的身边 给招回来 怀公就怒了 晋怀公说 好 你不招回来 那我就把你胡图一家 全部都杀掉 胡图呢 就辩解了 他说 臣子 也就是我这两个儿子 一个是胡毛 一个是胡衍 侍奉公子崇尔 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你现在让我把他俩给招回来 那就是让他们两个 反对自己所侍奉的这个人 何以较之 那么你怎么 用这个例子来教育国人呢 怀公足杀糊涂 晋怀公说 你甭废话 你不把他俩招回来 我就宰了你 最终呢 就把这糊涂老头呢 就给宰了 秦穆公乃发兵 送纳崇尔 秦穆公于是呢 就发重兵 把公子崇尔呢 送回到了晋国之内 而且派人告诉 联系之党 在晋国做内应 所以这个事一起来之后呢 这个晋怀公一看自己在晋国也没办法做这个国君了 他就赶紧跑了 因为他搞得天怒人怨 在这个晋国国内也没有人支持他 他想了如果我在国君的这个位置上再待下去的话 等公子崇尔回来 那么我这小命肯定也就没了 所以呢 晋惠公就逃了 但是呢 他并没有逃多远 逃到了高梁这个地方呢 就被这个晋文公所派来的这个人给杀死了 入崇尔 就是指崇尔呢 回到晋国 做了这个晋国的国君 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 晋文公崇尔 晋献公之子也 自少昊氏 年时期 有贤氏五人 约赵崔 胡衍 旧范文公旧也 贾驼 先诊 魏武子 自献公为太子时 崇尔故以成人矣 献公即位 崇尔年二十一 献公十三年 以立基固 崇尔被蒲成守秦 献公二十一年 献公杀太子身生 立基缠之孔 不辞献公 而守蒲成 献公二十二年 献公使患者 屡滴 促杀崇尔 崇尔育源 患者 遂斩其医区 崇尔遂奔迪 迪其母国也 适时 崇尔年四十三 从此武士 其余不明者数十人 至敌 晋文公崇尔 是晋献公的儿子 自小好士 这里的士呢 是士人 也就是那些非常有才能的人 很喜欢这些人 召集这些人呢 为自己所用 年十七 他十七岁那年呢 有贤士五人 就有五个贤能之士呢 来辅佐他 这五个人呢 第一叫赵崔 也就是后来赵国的这个始祖之一 还有一个叫胡衍 胡衍这个人呢 又叫旧范 是文公的舅舅 后边这几个字啊 就是旧范 文公旧也 怀疑呢 应该是这个后来的解经家 或者是历史学家 在解释胡衍这个人的时候 做的那个小注解 但是呢 在后代人啊 不断的传抄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小注解呢 就抄成了正文 贾驼是第三号人物啊 还有第四号人物呢 叫仙人 这个人呢 后来在这个晋国跟楚国啊 进行成谱之战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啊 还有最后一个人呢 叫魏武子 魏武子呢 又叫魏秋 这个人呢 是后来魏国的这个始祖之一 自献公为太子时 也就是从这个晋献公 还没当上晋国的国君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而已经是长大成人了 那么等到晋献公即位以后 从而那年已经是21岁了 献公13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64年的这一年呢 因为这个利基之乱的缘故 从而被仆成守秦 被仆成守秦这几个字呢 怀疑是顺序给弄反了 应该把那个被字跟守字的顺序 给他换过来 应该变成崇尔守扑城背秦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顺了 等于普尔这一年呢 到扑城来聚首 以防背秦国 献公21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56年 晋献公呢 把公太子申生给宰了 是因为立即在旁边进禅言的缘故 而这个崇尔和公子以武呢 就害怕了 不辞献公而守扑城 所以这个公子崇尔呢 就这个没有和晋献公辞别 就跑到了扑城这个地方来聚首 献公22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55年 晋献公呢 派他手下的一个宦官 叫吕迪 这个人呢 又叫四人批 又叫伯迪 来促杀崇尔 这里的趣儿 也就是姓趣儿的趣儿 是偷那个促 就是家促 促进的那个促 意思呢 就是前往 晋献公呢 就派这个患者搏迪 前往这个扑城这地方呢 去杀这个崇尔 崇尔一听说 这个杀手来了 就赶紧跑 叫玉元 玉呢 是翻 元呢 是墙 就翻墙而过 啊 这个患者搏迪呢 就在后边碾 每碾上 最后呢 一刀砍下去 就把这个公子崇尔的袖子给砍掉了 公子崇尔呢 因此逃过一命 就跑到了敌国来避难 而这个敌国呢 正好是崇尔的妈妈的那个国家啊 也就是其母国 这一年呢 崇尔的年纪也不小了 是已经到了43岁的这个年纪了 从此武士 那么从这里开始 前边提到的那五个人 也就是赵崔 胡衍 贾驼 先诊 魏秋 这五个人呢 一直跟着崇尔 其余不明者 当然呢 除了这五个人以外 跟着崇尔跑的 还有很多很多人呢 啊 没有记名字的 有数十人 一起到了敌国来避难 敌伐高如 得二女 以长女 弃崇尔 生薄条 疏留 以少女 弃赵崔 生顿 居敌五岁 而进献公族 李克 以杀西齐盗子 乃使人营 御立崇尔 崇尔未杀 因故谢 不敢入 以尔 尽 更营其地 以武力之 是为会公 会公七年 为崇尔 乃使患者屡低 与壮士 御杀崇尔 崇尔文之 乃毛赵崔 等约 十五奔提 非以为可用于 以尽异通 故且修足 修足久矣 故愿喜之大国 服齐桓功好善 志在霸王 收续诸侯 金文管仲 习彭死 此意 欲得贤佐 何往乎 于是遂行 崇尔为其妻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来 乃驾 其妻孝曰 离二十五年 五种上 百 大乙 虽然 窃带子 崇尔居敌 凡十二年 而去 敌伐高儒 这里的高儒呢 又叫强高儒 是赤敌的一个别种 因为赤敌呢 当时是分很多种类的 那么这个强高儒呢 是其中的一只 它的活动范围呢 是在今天 河南省安阳市的 那个西边 当然呢 也有的人说是在 山西省太原市的东北 因为这只赤敌呢 它的这个活动轨距是不定的 因此都很有可能 既在这个河南活动过 也在山西活动过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 一个是在河南 一个是在河北 所以说呢 离的也不远 这只赤敌呢 来回跑来跑去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敌伐高儒 这个敌人所在的部落呢 来讨伐强高儒的这一只 结果在讨伐的过程当中呢 抓到了强高儒的两个女儿 叫德二女 那么这俩女儿呢 是姐俩 把这个姐姐 也就是长女 嫁给了公子崇儿 崇儿呢 跟这个女孩子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伯条 一个叫疏流 把这个妹妹呢 嫁给了赵崔 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赵顿 居敌五岁 也就等于这个崇儿 在这个敌人的部落 待在这个第五年的年头上 晋献公呢 死了 李克呢 把这个西齐跟道子这两个人全给宰了 派人呢 迎接公子崇儿 想让他回来呢 当这个国君 崇儿未杀 这里的未呢 是害怕 杀呢 是被杀 崇儿害怕呢 回去之后会被干掉 因此呢 他就故谢 所谓的故谢呢 就是一定的会辞谢 就是说什么 我都不回去做这个国君了 不敢入 崇儿呢 就不敢回去 一而 晋国呢 就更赢 这里的更呢 还是改 就改赢呢 他的弟弟公子乙武 让他做了这个国君 也就是晋汇宫 那么汇宫七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四十四年 公子崇儿呢 因为这个时候还在外边流浪呢 所以晋汇宫呢 就担心崇儿有朝一日会杀回来 因此他就派这个宦官叫吕迪 也叫伯迪 还有其他的那些杀手 想杀掉这个崇儿 崇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跟他手下的谋士赵崔 这些人就商量了 说刚开始我们到敌国来奔命的时候 非以为可用于 我个人理解呢 这里的语是语气词 没什么意义 非以为可用 也就是并没有认为这个敌人 是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的 以尽异通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跑到敌国来呢 就是因为敌国 距离晋国比较近 而且呢容易沟通 容易到达 这里的通呢 可以翻译成到达 故且修足 因此呢 暂切的把这个地方呢 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点 修足呢 可以翻译成是停下来休息一下 并没有把这个敌国啊 作为自己的一个长久的战略合作的目标 修足久矣 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点长了 应该再选择一个能够利用的这个大国去迁徙了 因此这里边的故是通那个故事的故 是翻译成因此 因此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这个喜之大国 迁徙到大国去避难 而这个时候公子崇尔说的大国呢 其实就是指齐国 因为齐桓公啊 在本年呢 已经称霸很多年了 啊 服齐桓公好善 齐桓公这个人呢 喜欢这个善人能人 志在霸王 他的这个志气 也就是这个雄心壮志 是在做这个霸主 当然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称王 只能说是做这个村邱的霸主 收续诸侯啊 收拢体恤各个诸侯 现在呢 我听说他手下的头号 谋事管仲已经死了 习鹏呢 也死了 此意欲得贤左 齐国呢 现在正是缺贤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过去正好呢 可以帮助这个齐桓公呢 重修霸业啊 叫这个欲得贤左 何往乎 何是何不 我们为什么不前往齐国呢 于是遂行 于是崇尔这帮人呢 就从敌人的部落 开始往齐国进发 在没走之前 崇尔呢 就对他在这个敌人部落的 那个老婆 也就是这个敌人 从强高如那里 抢过来的那个女儿 就对他说了 说待我25年不来 你在这个地方 等我25年 如果我不来的话 你再改嫁 他的老婆一听呢 就笑了 说离25年 这里的离呢 是通离名的离 可以翻译成是笔集 也就是等的意思 说等你25年 我坟上的那个柏树 都已经长很大了 虽然你这样说 切带子 你放心 你该走就走 我是不会嫁人的 我一定会在这个地方等着你 崇尔居敌 凡12年 到本年为止 崇尔在敌人这个部落 住了12年之后 就离去了 过魏 魏文公不离 去过五路 鸡而从野人起食 野人成土器中尽之 崇尔怒 赵崔曰 徒者 由徒也 君其败寿之 崇尔这伙人呢 经过了魏国 因为要从这个敌人的部落呢 到这个齐国去 他中途呢 是一定要经过魏国的 而到了魏国之后呢 魏国的国君 魏文公 对崇尔这帮人呢 不加礼遇 去过五路 这里的去呢 是指离开 离开这个魏国的国都之后呢 又经过了五路这个地方 五路的地点呢 大致是相当于今天河南省浦阳县的东边 那么经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崇尔就饿了 这里的鸡呢 是指饥饿 而从野人起食 这里的从呢 是追着 野人呢 就是指在那些城外边 以种田 或者是畜牧业为生的 这样一些人 就追着一个野人 起食 起食呢 就是要东西吃 野人 成土 弃重 尽之 这个野人呢 就把这个土 放到一个容器里边 然后就把他送给了崇尔 崇尔就怒了 崇尔说你不给我吃的也就算了 你居然拿土给我吃 你明显是瞧不起我 所以呢 他就命人要打这个野人 但是呢 被赵崔给拦住了 赵崔说 土者 由土也 前面的这个土呢 是指这个野人 呈在这个容器里边 浸献给崇尔的这个土 后边的那个土字呢 是代表土地 赵崔呢 他就这样解释 他说这个野人呢 把土送给你 是证明你将来 会有这个地方的土地 君旗拜寿之 您呢 最好还是要拜 而且再接受它 至旗 旗官公厚礼 而以宗女弃之 有马二十圣 崇尔安之 崇尔至其两岁 而皇公族 会树雕等为内乱 其孝公之力 诸侯兵树至 留其凡五岁 崇尔爱其女 无趣心 赵崔 旧范乃于桑下谋行 其女侍者 在桑上闻之 已告其主 其主乃杀侍者 劝崇尔促行 崇尔这伙流浪的人呢 终于是到了齐国 那么齐国的国君呢 是齐桓公 后礼 就是用很优厚的这个礼节 来招待崇尔 而以宗女弃之 这里的宗女呢 就是指齐桓公的女儿 而且呢 是把自己的女儿呢 嫁给了崇尔 这里的弃呢 是读弃 读第四声 做动词用 有马二十圣 而且齐桓公呢 还送给崇尔 二十圣的马车 过去的这个马车呢 一车是四匹马 那么二十圣的这个马车呢 是相当于八十匹的马 这不管是放到古代 还是放到现在 那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崇尔安之 崇尔一看齐桓公 对自己不错 而且呢 还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自己 所以这个崇尔就决定 在这个齐国安顿下来 不走了 崇尔至齐两岁 两岁就是两年 崇尔到了齐国两年之后 齐桓公呢 就死了 会树雕等为内乱 这里的刀字呢 是通那个雕 树雕呢 是齐桓公前边的一个宠臣 齐桓公一死之后呢 齐桓公留下来的那些儿子 就开始征这个齐国国君的位置 而这个树雕呢 因为他平时就是在齐桓公身边 来服侍齐桓公呢 所以说呢 他也介入到了这个权力当中 想立齐中的一个儿子呢 作为这个国君 那么就会排斥呢 齐他的儿子 所以呢 这个仆人呢 树雕啊 就开始这个制遭内乱 后来呢 这个齐桓公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之一 也就是公子昭 就是后来的齐孝公 做了这个齐国的国君 诸侯兵树治 那么其他的诸侯国 一看到齐国有内乱了 所以这些诸侯呢 都想来参与齐国的这个政事 各自的纷纷发兵 来到了齐国 想干预这个齐国的内政 所以齐国这个时候呢 是等于是大兵压境 留齐 凡五岁 而崇尔呢 这个时候正好是在齐国流浪的 他呢 留在齐国 一共是有五年的时间 这里的凡呢 是一共的意思 崇尔爱齐女 崇尔呢 非常喜欢他娶到的这个齐宽公的女儿 吴趣心 所以呢 他就不想走了 就想一直老死在齐国就算了 但是他手下的那些人不干了 尤其是赵崔和旧范 这几个人就开始商量 说主公 你看这个时候要是留在齐国不走了 那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 于是这些人呢 就在一棵桑树下边商量 怎么能够让这个崇尔赶紧离开齐国 继续往前走 他们在这个桑树底下商量的这个话呢 被桑树上边的一个女孩子给听到了 这个女孩子呢 是齐女的一个侍者 等于呢 是一个婢女 她在树上干什么呢 她此时在这个桑树上 在采这个桑叶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崇尔手下的那些毛尘 在桑树下边商量的这些话 全部都被这个女孩子呢 在桑树上面给听到了 这个女孩子呢 还是好心 她回去之后呢 赶紧就把这些人商量的话呢 就告诉了她的主人 也就是崇尔的这个老婆 但是呢 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这个女主人 也就是崇尔的老婆 也不想让崇尔这伙人呢 长期的滞留在齐国 于是呢 这个女人呢 也就是崇尔的老婆 趁这个女仆 也就是这个婢女不注意的时候 一刀呢 就把这孩子呢 给杀了 她杀她的目的呢 就是想这个灭口 不想把这个消息呢 给传到外边去 传得沸沸扬扬 杀了这个婢女之后呢 这个齐国的女人 也就是崇尔的老婆 就劝崇尔说 你赶紧走 你别呆在这个齐国了 那怎么劝的 咱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崇尔的回答 在这个史书上 是有记载的 崇尔曰 人生安乐 熟知其他 必死于此 不能去 其女曰 子义国公子 穷而来此 庶世者以子为命 子不及返国 报劳臣 而怀女德 妾为子修之 且不求何时得功 乃与赵崔等毛 罪崇尔再已行 行远而绝 崇尔大怒 隐哥 欲杀旧犯 旧犯曰 杀臣 成子 眼之怨也 崇尔曰 事不成 我食旧事之肉 旧犯曰 事不成 饭肉腥骚 何足食 乃止 遂行 那么崇尔呢 听到了自己的老婆 劝自己要离开齐国这样的话之后 崇尔就说了 说人生安乐 熟知其他 人生呢 就只有 这个安逸快乐 谁还管其他的事呢 这里的熟知 就是谁知 必死于此 说我不走了 我一定会死在这个齐国 我哪都不去了 我觉得齐国很好 不能去 这里的去呢 就是只离开 崇尔这会儿呢 就不想离开 其实主要是崇尔不想离开 但是他的老婆 齐女就说了 子异国公子 你从而是禁国一个国家的公子 穷而来此 这里的穷呢 和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贫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呢 经常说一个词叫贫穷 或者是穷贫 但是穷跟贫不一样 贫呢 主要是在经济上 没有钱 这个生活潦倒 吃没吃 喝没喝 这个叫贫 而穷不一定 穷呢 可能是这个人很有钱 但是呢 他在这个行为上 在前途上 在仕途上 或者是在他的整个人生方向上 他陷入了某种困境 这个叫穷 所以穷跟贫呢 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区别的 那么这里边呢 齐女就用了这样一个词 说你穷而来子 你因为你人生走到了一个末路 总到了一个死不通 所以呢 你才来到这个齐国的 术士者 以子为命 跟着你的这些人都是世人 都是贤者 这些人呢 都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生命 子不及返国 你不快点返回晋国 报劳臣 去回报那些 跟着你到处流浪的这些大臣 而怀女德 但是呢 你怀念这个女色 这里的女德呢 可以理解成是女色 妾为子修之 我私下里为您感到害羞 感到可耻 且不求何时得功 况且你现在如果要是不求得返回晋国的话 你怎么才能建立工业呢 难与赵崔等毛 当然呢 这个齐女说完了这些话之后 从而肯定也是不走 从而就是一门心思 想死在齐国 就算了 哪都不去了 其实从这个从而的角度来讲呢 也能理解 你像从而作为这个一个国家的公子 穷困到这种程度 经历了这个在路上 遭人白眼的这样一种待遇 所以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国家 有一个女人能嫁给他 有一个国君能这个礼遇他 所以他不想走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齐国的女人认为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你只是贪图眼前的安逸 你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大的工业呢 他这样说完之后呢 从而肯定也没答应 于是这个齐女一看 既然我劝你不行 我就劝你手下的那些人 难与赵崔等毛 就跟这个从而手下 赵崔和旧范这些人呢 私下里就商量 商量的结果呢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就是说一定还得让从而离开这个齐国 那怎么离开呢 他清醒的时候肯定是不能走的 我们干脆就把他灌醉了 就玩活了 于是醉从而 醉从而呢 就是把从而给灌醉了 当然灌醉的任务呢 据说是交给了这个齐女 由齐女呢 来这个请从而喝酒 喝着喝着 然后这从而呢 就喝醉了 再以行啊 看着从而喝醉了之后 烂成一滩泥了 然后这个赵崔和旧范这些人 就把从而呢 扔到车上之后赶紧 赶着车呢 就离开了齐国 行远而绝 已经离开这个齐国很远了 然后这从而呢 从车上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一看 这个大怒啊 说我这人现在在哪啊 怎么四周都是荒野啊 然后这个赵崔 旧范这些人呢 可能就把这实情啊 跟从而讲了 从而大怒 就要生气了 引歌欲杀旧范 真的是气急了 操起一只歌 这个歌呢 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啊 就想把这旧范给宰了 旧范一看 自己的这外甥是急了 那赶紧得跑啊 杀臣成子 眼之怨点 而且边跑他边说 啊 说这个杀这个大臣来成全你 这本来就是我胡眼的愿望 这里的成呢 是成全 子呢 是指从而 本来就是我的愿望 从而就说了 事不成 我食就是之肉 这事要成了 没关系 我做成郭君 怎么都好说 这事要是不成的话 那么我就把你的肉给吃了 旧范呢 这个时候还开玩笑讲 说事不成 说这事要真干不成的话 我旧范的肉是很腥很骚的 合足食啊 那么也不值得你来吃 当然了 这只是一些这个调侃的话啊 乃指 碎形 于是呢 这个从而也就停止了拿哥去追旧犯 杀旧犯的这样一个行为啊 就跟着这伙人呢 就走了 因为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了 你再回齐国也回不去了 过曹 曹公公不礼 欲观从而偏类 曹大夫 喜富姬曰 进攻子贤 又同姓 穷来过我 奈何不礼 公公不从其毛 富姬乃思位 从而时 至必其下 从而受其时 还其必 经过了曹国之后呢 这个曹国的国君 曹公公 对从而这伙人呢 也不加礼遇 欲观从而偏类 啊 这个曹公公呢 听说一个谣言 说从而的这个肋骨呢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的肋骨呢 长的是一根一根的 从而的肋骨呢 长成偏类 什么叫偏类呢 就是指这一根一根的肋骨呢 都长在一块了 看起来就像一个催板一样 这个叫偏类啊 他觉得很好奇 总想看一看 从而的肋骨到底是不是偏类 但是呢 人家毕竟是贵为异国公子 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给了起来 说我看看你的肋骨 是不是这个偏类啊 曹大夫 喜富姬 喜富姬呢 是曹公公手下的一个大夫 他一看曹公公 有这种不敬的想法 然后他就劝这个曹公公 说你别看这个从而的偏类 这个明显对人家是这个 一种这个侵犯 对吧 这个会得罪这个公子从而的 然后呢 他的理由就是禁公子贤 这个禁国的公子从而是非常贤能的 而且呢 跟我们这个曹国又是同性 都是畸性 穷来过我 他现在走投无路了 经过我们曹国 奈何不理 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礼节来对待他呢 但是呢 曹公公这人比较浑 他就没听从这个喜富姬的阴谋 喜富姬一看 你这个是鱼木哥的脑袋 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啊 那干脆你不礼遇这个公子从而 我可以以私人的角度来这个对待从而 于是呢 他就听从了自己的老婆的这个话 乃思位从而时 这里的位呢 是赠送 私下里赠送这个从而吃的东西 而且呢 在这个吃的东西底下放了一些玉璧等一些值钱的东西 就等着呢 让从而拿到这些玉璧之后 在经过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呢 能有一些财货用 从而授其食 从而呢 把他这个送的吃的东西呢 给接受了 但是呢 把这个非常贵重的玉璧呢 还给了喜富姬 去过宋 宋湘公 心困兵于楚 伤于红 闻从而贤 乃依国礼 礼于从而 宋司马公孙固 善于旧饭 曰宋小国心困 不足以求入 耕之大国 乃去 那么从而呢 离开了这个曹国 又经过了宋国 宋国的国军呢 是宋湘公 心困兵于楚 这里的困兵呢 是指宋国跟楚国打的那场红支战 在这个红支战的过程当中呢 宋湘公是战败了 而从而呢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宋湘公新困兵 也就是新 这个战败于楚 伤于红 因为在这个红支战当中呢 宋湘公大腿上挨了一件 这个伤呢 可能一直也不好 闻从而贤 听说从而这个人呢 非常贤能 乃以国礼 礼于从而 宋湘公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因为在这个整个春秋历史上 他是被作为一个讲仁义的一个典型 给立起来的 于是宋湘公呢 就以国礼来接待 对待这个从而 宋国的司马 也就是公孙顾 这个人呢 是这个宋湘公手下的一个大臣 他呢 跟这个从而手下的另外一个大臣呢 叫旧范 也就是从而的舅舅 旧范 这两人私交的关系特别好 那么公孙顾呢 可能私下里呀 就跟这个旧范讲了 说宋小国心困 现在呢 宋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而且呢 新晋呢 遭受了红支战的这个败计 不足以求入 可能宋国呢 不能够帮助你从而 重新的回国进行这个执政 去做这个国军 最好呢 您呢 还得是耕之大国 您别在这个宋国待时间太长 因为这个宋国的国家太小 对你从而呢 也没什么帮助 您呢 最好还是找一个大国 因为这个大国呢 他可以帮助您 回到这个晋国去这个重新执政 所以叫庚之大国 这里的庚呢 就是改的意思 从而这些人呢 觉得他说的话也有道理 于是呢 就离开了宋国 过正正文公府里 正书瞻 见其军约 晋公子贤 而其从者皆国相 且又同姓 正之出自立王 而晋之出自武王 正军约 诸侯王公子 过此者众 安可尽礼 书瞻约 君不礼 不如杀之 且后为国患 正军不听 从而他们这些人呢 离开了宋国之后啊 又经过了正国 到了正国之后呢 这个正国的国君 现在正好是正文公 府里 府里呢 就是不以礼节 来招待从而这些人 正国有一个大臣叫书瞻 他呢 一看到正文公 对从而这些人呢 不讲礼节 他就见其军 就给正文公提建议 说这个晋国的公子 从而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 他本人呢 不仅如此 最要命的是 其从者 就是跟着从而跑的那些人 接国相 每一个人单独拎出来之后 都能到这个各个诸侯国 去做相国的 且又同姓 而且晋国也是姬姓 我们正国呢 也是姬姓都是同姓的兄弟 正治出自立王 正国的始奉军呢 是出自这个周立王 周立王呢 也就是后来死在那个 晋国治这个地方的那个 那个周王 而晋治出自武王 晋国的始奉军 唐淑渝 他是这个出自武王 也就是武王的儿子 因为这个唐淑渝呢 是周成王的兄弟 周武王的这个亲儿子 那么郑国国君 郑文公就说了 说诸侯王公子 过此者众 因为郑国这个地方呢 正好处于四战之地 他的四周呢 都是大国 他是处于这个 整个华夏的中心 那所有 诸侯国的这些逃亡的公子 他要逃亡的话 很多都会经过这个郑国的 那经过的人数太多了 这里的众呢 是多的意思 安可敬礼 每一个这个逃亡的公子 经过我们郑国 我们郑国都以礼节来对待他的话 那我们怎么可能接待过来呢 舒战就说了 说君不礼 不如杀之 说您这样说 也有道理 您呢 不以礼节来对待这个崇尔 那干脆您就做的绝一点 不如把他给杀掉就算了 且后为国患 要不然的话 这个崇尔将来回到晋国之后 做大了 那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郑国的这个祸患 郑君不听 郑文公呢 也没听这个舒战的话 从而去之楚 楚成王 以嫡诸侯礼待之 从而谢不敢当 赵崔曰 子王在外十余年 小国亲子 旷大国乎 今楚大国 而故遇子 子其无让 此天开子也 遂以克里见之 成王后遇崇尔 崇尔慎悲 崇尔离开了宋国之后呢 又到了楚国 这里的去是指离开宋国 之是动词到 是又到了楚国 那么楚国呢 这个时候的国王呢 是楚成王 楚成王一看 崇尔到了这个自己的国家 以敌诸侯礼 这里的敌呢 是相当的意思 以相当于是 招待诸侯国君的这个礼节 来招待崇尔 那也可以说明这个礼节是非常隆重的 崇尔谢不敢当 崇尔简直是这个受宠若惊啊 他辞谢这个楚成王 说我不敢啊 接受您给我的这个礼节 用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来接待我 我崇尔真的是不敢当 但是赵崇尔就讲了 说子王在外十余年啊 说您流亡在外已经有十多年了 小国亲子 你经历过的那些小国都亲世您 更何况是大国呢 这里的大国呢 就是指楚国 金楚大国 而故遇子 现在呢 楚国作为一个大国 而一定要坚决的 以礼后代你子其无让 您呢 最好还是别谦让了 此天开子也 这是上天 开启了 让您兴起晋国的这样一个大任 遂以克礼见之 于是呢 崇尔这些人 就用这个宾客的礼节 来见到了楚成王 这里的支呢 是指楚国的国君 楚成王 成王后遇崇尔 楚成王呢 以非常这个优厚的礼节 来接待崇尔 崇尔慎碑 这里的碑呢 就是指他非常谦功 崇尔呢 这个时候表现的是非常谦功的 崇尔曰 子及反国 何以报寡人 崇尔曰 羽毛持脚欲薄 君王所欲 为之所以报 王曰 虽然何以报不古 崇尔曰 即不得已 与君王 以兵车会平原广泽 请臂王三舍 楚将子豫怒曰 王遇晋公子治后 今崇尔言不逊 请杀之 成王曰 晋公子贤 而困于外九 从者皆国戚 此天所至 永可杀乎 且言何以一知 楚成王呢 虽然以这个非常优厚的礼节来招待崇尔 但是呢 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 他在这个宴席上就问崇尔 说子及反国 这个急呢 是如果 说如果您从而能够有机会返回晋国 做成这个晋国国君的话 何以报寡人 那么你用什么来回报我这次以非常隆重的这个礼节来对待你这样一个行为呢 然后崇尔就说了说羽毛持脚欲博啊 说这个用东西来回报你楚国那确实我们晋国没啥好东西 而且好东西都是出产在你楚国的 羽跟毛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 羽呢一般是指飞禽身上的那个毛 而毛呢一般是指路上跑的啊 那个瘦毛叫毛 羽毛齿角 这个齿呢就是牙齿 其实牙跟齿还是不一样的 牙呢是指里边的那个大牙 齿呢是外边用来切碎食物的那个齿 叫这个齿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狗啊 他不都是长了四颗这个尖尖的那个牙吗 这个呢就叫齿 所以说有一个成语叫唇王齿寒 而不能是唇王牙寒 啊 脚就是指这个野兽头上长的脚 还有玉帛 玉帛呢在过去的时候 尤其是在先秦以前 那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呢 君王所欲 您楚王所剩下的东西 为之所以报 您这个东西太多了 我送给您这些东西 您也不会这个珍惜啊 所以我从而真不知道 我用什么来回报你楚城王 楚城王又说了 说虽然这样何以报不古 但是我还是想要你一句话 你回到晋国之后 你怎么或者是用什么来报答我 这里的不古呢 就是指楚城王的谦称 从而一看 这楚城王紧追不舍呀 就一直在问他 说你回到晋国之后 拿什么东西来回报他 那从而说 我总得给你一个这个交代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这问起来没完没了 啊 从而就说了 说急不得已 说如果不得已的话 也就是如果不得已 我们两国要是真得打起来的话 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 这句话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客套的外交辞令 就是和您手下的这些兵啊 在这个平原上 在这个广泽上啊 以兵车相会 那其实就是指战争 我们晋国跟这个楚国 如果有朝一日 要真的是在这个平原广泽上 要打起来的话 那么我从而能做到的 这个回报就是 请避忘三舍 这里的屁呢 是偷那个戴首席的避 请求让我晋国 躲避您三舍 这个舍在过去呢 是一个长度单位 一舍呢 大概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十里 因为为什么一舍是三十里呢 是过去古人兴军呢 他是靠这个腿走路的 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军车啊 有这个兵车啊 有这个远程投送能力 过去是没有的 过去只能就是靠这个两只腿在走 而且根据当时的这个计算呢 士兵呼呼啦啦的 在带着身上那么多的这个器械 包括一些兵器啊 还有一些粮食什么的 他一天的最多也就是走三十里 走三十里之后呢 就得住下来了 那么住下来呢 叫舍 所以后来古人就把这个舍 当成是行军的一个啊 这个速度 也就是一舍相当于是三十里 那么三舍呢 就相当于九十里 那这个靖国公子崇尔就说了 说如果我们将来啊 这个靖国跟你楚国要针对阵的话 我们楚国先往后退九十里 也就是三舍啊 来用这个来报答你 那可能有人呢 也会怀疑啊 说这个不就是后退三舍 也就是九十里吗 这个有什么可报答的 这也算是报答吗 因为过去这个打仗新军呢 跟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过去呢 这个兵啊 他是通讯呢 非常不发达 前队变后队 后队变前队 你在后退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就会遭到这个敌人的进攻 你在后退的时候 那么前边那个敌人呢 他这个利用你这机会 一窝蜂的要是冲上来的话 那你整个军队的阵型啊 就会冲乱了 因为在过去呢 这个军队的前队跟后队啊 他距离非常远 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沟通的通讯工具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前队他不知道后队会发生什么情况 后队呢 也不知道前队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以呢 就会导致你撤退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溃退 那这样的话 你不打就自败了 这个呢 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匪水之战 所以呢 这个崇尔啊 说我们后退三社 也就是九十里 其实是给楚国啊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让利了 楚将紫玉怒约 这个紫玉呢 是楚国将军当中 他的鹰派人物 这个人呢 特别喜欢打仗 他这个时候就发怒了 他说王玉进攻 孙子治后 说楚王宁 楚成王对待这个进攻子 这么有礼节 这么讲礼遇 今崇尔言不逊 但是崇尔在现在的这个酒席上 却出言不逊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喝酒喝得好好的 现在反而重新提起来 这个打仗的事 这明显就是出言不逊吗 这里的孙呢 就是通那个逊 带走之的那个逊啊 请杀之 子玉说了 干脆我们现在把崇尔给他干掉 就算了 楚成王呢 就回答他说 晋公子贤 而困于外酒 晋国的公子崇尔 这个人非常有贤能 这是全世界的文明的 而且呢 在外边流浪这么久 叫困于外酒 从者皆国弃 跟从他的那些人呢 全部都是国弃 这里的国弃呢 就是指当个这个拎出来 都是指国家的动良之财 叫国弃 此天所至 这是上天 所让他这样做的 也就是是上天 把他放在了这个位置 庸可杀乎 这里的庸呢 是其 怎么能够杀这个崇尔呢 且言何以益之 而且你听他说话 这里的言呢 就是指崇尔说出的话 何以益之 那么你根据他所说出的 那个话 你是不能够来轻视他的 这里的意思呢 有两个解释啊 有一种解释说是这个轻视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改变 如果说改变的话 也说得通啊 说你根据他所说的那些话 你怎么能够轻易的改变他呢 也就是指这个崇尔的命运 是不容改变的 是上天把他放到了这个境地 居处数月 而晋太子于 王秦秦愿之 闻崇尔在楚 乃昭之 成王曰 楚远 耕述国乃至晋 秦晋接近 秦军贤 子其免刑 后送崇尔 在这个楚国呢 待了几个月之后 晋国的这个太子宇 这个时候呢 从秦国逃回到了晋国 因为这段历史呢 前面刚讲过啊 想逃回到这个晋国去抢这个国军的位置 因为他走之前呢 并没有跟自己的这个岳父啊 商量一下 是偷了走的 所以这个秦国的国军秦木公 非常恨这个公子于 闻崇尔在楚 乃昭之 他听说崇尔这个时候呢 在楚国 就想把这个崇尔呢 给招过来 然后再把崇尔给送回去 送到晋国当这个国军 用他来代替这个公子于 成王啊 这个时候一看 崇尔要走了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楚国呀 离你们晋国非常远 耕述国乃至晋 要经历过很多国家 才能到你们晋国 因为楚国跟晋国呢 他是这个啊 当时在这个春秋时期啊 一个在南边 一个在北边 这两个国家是不接壤的 所以呢 楚成王这样讲 说我们楚国离你晋国太远了 我们想帮你 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你呢 要从这个晋国到楚国 或者是从楚国到晋国的话 中间都要经历过很多国家啊 这个叫耕树国 耕呢 就是经历 秦晋接近 但是这个秦国跟你晋国关系 就不一样了 秦国是挨着你晋国的啊 你们两个国家中间就隔了一条 南北走向的黄河 所以从这个秦国到你晋国呢 他是非常方便的 叫秦晋接近 秦军贤 这时候呢 这个秦国的国君就是秦穆公 秦穆公这个人呢 非常贤能 子其免刑 您呢 就是努力去做吧 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秦穆公这人非常有贤能 他一定会帮助你 回到这个晋国的 您还是努力去干这件事吧 后送崇尔 而且呢 崇尔在离开楚国之前 楚城王呢 给崇尔送了很多厚重的礼物 我给崇尔